草莎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是网红打卡的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 本地餐饮馆子 在南部口那个湖姓街那里 那里就是最好的 臭豆腐的地方 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 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哎呀说的话都流口水 流口水了 前面就是泥粉一条街 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了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 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可以给你问一句吧 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 不容易对我们长沙富兰的这些理由 甚至有影响的 你只能够算出我们长沙吧 我作为长沙本地人 我有这个任何义务 那不会 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 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妈可以 我可以都可以接着 帮你去一个地方 去打卡都可以 这位心知口快的大姐 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 不过 按过去的习惯 了解一座城市 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 我要先去猪洲找一个朋友 半年前 一道家常小炒 让我认识了它 就是这道 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 三鲜猪肝 三鲜猪肝 在江湖上被传得很深 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 专程募运前来 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 专业烹饪训练 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 极为苛刻 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 在我看来 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 但没想到 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三鲜 就是我能感觉到 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生活气息的很浓 然后每一个地方 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 它就在那一小片 过去我们父辈 祖辈 种地 它的生活半天很小 大概就三公里 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它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 它走的线路 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它不断乱走 我就是我这个店 我就是这样想 我没有繁星 没有服务 我就把所有的钱 都发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生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 所以现在这个做菜 不管是做菜 还是人的 都是要法不为人的 是 哦 这个河真好看 哎呀 太美了 一层层的补刷 走吧 走吧 太遗憾了 这个应该到这个河边 下去观赏一下 真美 开了一百多公里吧 我们赶上了恒东县 每五天一次的大集 几百个摊位 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赌场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 这种的 我感激我喜欢 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 你每就是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对 类似这样的市集 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 这么嫩的姜豆 这个豆角不嫩 等一下给带你看在这 秋天的鲑鱼啊 它是金黄色的 我们来这个了 看看有多漂亮 金贵 鲑鱼 金色的 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走走看豆腐 有黑鲜吃 豆腐的安静 是吗 好 好 有有豆腔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猜猜 我想你了解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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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好吃好吃好吃 全部买了 好了放在哪里 哪里撑呢哪里撑呢 撕起来撕起来 撕起来撕起没了 不是啊 还要买什么 好好好 有的有的有的快点撑 好了洗几没了 劳西劳西了 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 有来自都不要哦 我妈对你拿模样 哈哈哈哈 我妈妈说 根本不是这么在买东西 他是在抢东西 很显然 小马对这里熟门熟入 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买个市场必须应该要有几个 土地手一样 让他要 搞那种好的东西 我们有一个买鱼的 有个有个买辣椒的 一个半价不好啊 来来来来来 阿姨 那个买半价阿姨 如果是这个垃圾 给他说要不得这个 这都是几天了这个垃圾 你还要给你炒个小丝肉 麻椒小丝肉 对 好啊好啊好 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好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 嫩了没豆子味 有豆子味是不可能嫩的 它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 本地产的土共胶 皮薄肉 快到斩成颗粒 从专业术语上说 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 一年生的原种猪 生长速度缓慢 风味积累充分 肉也切成小片 热力作用下 土共胶的清香 立刻散发出来 湖南的辣椒炒肉 按说我很熟 螺丝椒切大片 猪肉也切大片 坚守湖南小炒的四步原则 不焯水不过油 不勾芡不花哨 酱油着色松香 蒙火干炒 吃的就是这份锅气 小马的做法 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清水带动下 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其乳化 将辣椒粒包围浸润 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外肉啊 上头的这个存在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果 我端走辣 好端走 这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 全都不要放什么条例 就是放点盐 你这吃的口里面 你就是以青椒和肉的香味 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 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 你说它辣 它是有辣 但是它辣的很柔和 非常柔 而且甚至有点甜 它有香有甜味 脆香脆 为什么放这么辣椒锅 有一点就是那时候 从小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东西 污脂比较 匮乏的时候 辣椒小花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甚至有人说 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刷流氓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面 为什么用这种辣椒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 要有感觉一点 吃起来感觉足一点 但是它不懂 点对一下也收不出 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清贡椒脆嫩清香 叶绿素分解后变黄 一部分淀粉 装化为糖类物质 增加成熟的甜味 让辣椒炒肉的风味 更加有层次 当然了 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 在香菜里 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 一个地方的风味 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 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 湖南人都有自己 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 书面很难精确记录 像小马这样的厨师 经验和感觉 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 也懂得如何消解 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 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 辣椒素被分解 辣感减低的同时 酸香出现了 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 适合小炒 香味一下出来了 酸香 肥肉 瘦肉搭配油渣 这种肉的三次方 长沙人叫肉炒肉 很香 老去 拿上筷子 筷子干净的 这个油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 一块瘦肉 还是有点辣味的 有点辣味 很香 有一个油渣的香味在里面 下饭菜 我喜欢吃肉炒肉 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 三年沉的剁椒色泽要黯淡的多 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好香啊 我先尝一尝剁椒 哎 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他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 嗯香味在里面 嗯 您吃一下肉 要蘸点汁水 要蘸点汁水 对 好吃 只有就是就是就是现蒸的力量 肉炒肉里面的剁椒 就像一个年轻小伙 雪气方刚 苏生大气 就是很外向 这个更成熟稳健 尤其是它的后味 特别绵长 这个氨基酸带来 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 持续的时间很久 他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 是啊是啊是啊 太美好了 嗯 湖香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 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 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 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 在此之前 我们的口味里 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 曹宇老师的中国食辣史 给出的答案是 油 比如花椒 姜 和猪鱼 他们其中的一种 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 保持着重要地位 鸡蛋的鸡蛋 真的非常非常美 像这道烧墨鱼 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 但玄机带来复杂的新香 我们还有一部分的就是在出国的时候 所以放一点酱油 这个只能用本地来煎 答案或许在地下 江是老的辣 前一年收获的小黄江在窖中注藏 江辣素格外丰富 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 提炼姜的辣 一温油炸 让脂溶性的姜分 充分溶出 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 这是姜辣味的升级 姜不见踪影 而辛香无处不在 生姜中的煤可以将蛋白质分解 使肉质嫩滑 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非常澎湃的 香辣的 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 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金 就是本来是你吃的一块肉 你去迎着它 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 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 波头羞女后才迎接它 真的是不一样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 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 湖南人的与众不同 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 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 湖南产的紫浆 纤维细致无渣 姜辣素含量非常少 一两天的晾晒 让紫浆脱水 口感更加脆韧 湖江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浆 叫紫油浆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紫浆内部 就可以开探向用了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 它都配有紫油浆 这样的老全头 现在已经慢慢地在长沙 都已经开始慢慢地消失了 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 牙齿咀嚼时 有脆爽的满足感 酱香味浓厚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 本土媒体人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开始研究互相饮食 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 像我这样的外地人 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笔粉 我自己就是重度的缩粉爱好者 但任大猛告诉我 长沙本地缩粉和吃面 曾经不分伯仲 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 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 吃面反倒更有面子 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 面粉运输困难 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 真正的主角 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 没多花一分钱 除了美味 还能了解历史 它这个粉都是鲜粉 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下 如果留意 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 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 干盐菜提供鲜味 肥镖带来汁香 小火慢蒸 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盐菜 这只是底色 五倍于盐菜的白砂糖 甜与鲜强强联手 这就是盐菜糖包 外皮饱满喧软 干盐菜早已化为细砂 糖油一接触舌尖 甜味便于极限速度 传递到大脑 下기로选择 跌自作�� 两个城墓 两个橡風 Тут很帅 有假的 不得都 第一个 现在比较早 早上 这个筒 立根 我们要吃� League 白天 我们해서 тяж encounter 和草 到了长沙 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 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 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常的吃法 就是双包按的吃法 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 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抠胶底板 对 然后呢把两个包子 这样的按起来 不断地用力地按 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 这是双包按的吃法 吃双包按它不能没有茶 关于双包按考据很少 最初或许只是为了辩解 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 然而这种绝代双包 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 火工店 长沙香菜传统名店 我第一次知道 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 每天天不亮 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 盐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 在这儿大行其道 眼下全民控堂 对甜的嗜好 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 都出乎我的意料 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 肥镖和白砂糖 一比一混合成糖油 恰到好处的精度 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 包头的面皮作为载体 将糖油层层包裹 动物脂肪 浙糖和充分形发的面皮 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来 呈现出晶莹的质地 这种大车大物的通透 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 脑髓卷 餐厅早上七点营业 中午十一点 中场休息 老长沙陆续离开 紧接着游客涌入 各种热辣香菜上桌 火供店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 餐厅就像这座城市 风味既矛盾又统一 任大梦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 意思是说 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 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长沙有多厚重呢 按任老师的指引 我来到了天心阁 这里见证了 湖湖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 我还约了两个朋友 相识多年的 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 不太能吃辣 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草语 就是因为战争胜利 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 他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 一个很重要的拐点 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 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战争胜利是 太平军来进攻天津游的时候 他竟然守住了 就是湘军对太平军的胜利 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 湖南的营是第一本地上 说白了 他肯定是比较发展可证 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 很边缘的地区 然后后来香菜的兴盛 其实跟湖南人做官有关 以后那人做官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国地去做官 那真见识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 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 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 这个人的花园里面 咱们上午先到 小桥流水 甲山沿着这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 然后大家再喝茶 摄影留恋 然后再上桌吃饭 香吉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 在一百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互相上层的饮食 最具代表性的 是因民国大佬谭颜凯而得名的祖安菜 因为制作工艺繁复 对刀工技巧 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 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 已经不多了 谭牧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 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 比如用炖煮四小时的鸡汤打底 再放入桶子鸡 隔水蒸一个半小时 再比如把干制的提筋低温过油七次 再用面糊洗去油分 又比如耗时五天泡发的干制海参 配上酸辣调味 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哇 真漂亮 这个好舍得 还有这种 从十斤青菜中取嫩心 只为衬托初秋的寒菌 就这一次一口如同入到山里 是啊 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 是把豆腐肥镖鱼肉鸡肉分别剁碎 反复扩筛成细柔 再蒸制重塑 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糖调味 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 我觉得 异化了 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 看上去就像豆腐 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对 所以刚才说 如果是他老爷子 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 他同样做这个豆腐 他要给他配解说词 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 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 我为你付了心力 对 当时中国有很多类型的东西 就是我很多功夫 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 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 葱花上面雕花 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 就是你看不太出来 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针绣 摆在席面上 他们叫陈府满眼 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 就要显贵是吧 就显得就不行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 它是个违心的动物嘛 这个静由心脏 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 你比如说煮完菜这个东西 因为想到谭显海又是这个汉林出生 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 书法家 美食家 东西美食都能 他都能接受 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在长安城 喝啤酒 威士忌 白兰地的人 我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睁开嘴巴 大嘴吃自饭 那你说 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 我更喜欢吃 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烈的那个感觉的豆腐 嗯 它就是特别嫩 它就是豆子味特别浓 它你能感觉到 山坡上 大豆地里面 那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说实话 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 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刘阳山区的小河里 长不大的鱼嫩子 是当地人心目中难得的美味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 只有茶油 才能赋予和仙植物的香气 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 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 放到扑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 刀壳劈劈勃勃作响 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 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手 浅熏一个小时 金黄的外壳下 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 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 在刘阳被称为火焙鱼 辣椒、豆豉、羊梅干 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 合力为火焙鱼调味 水汽让火焙鱼回魂 肌肉纤维恢复弹性 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 蒸这种烹饪方式 七千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 但只有中国人 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 其中就包括湖南柳阳 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刘阳土菜 陈山清是位语言学教授 刘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我跟他们特别熟 苹果姐姐 我已经等了不行不行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三个位 太能干了 马上就要吃了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 和小马一样 她没有拜过师傅 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 做的一手好菜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 太香了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杀你的 它这个火候 蒸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外泊菜 外泊菜 佐料 蒸佐料 来来来来 我们摄影师来 我来拌 你来拍 再大一点的特写 这句话 反反复复往上 快上 这苦瓜都好吃 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 苦的 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 你问问他们 太好吃了 鲜鱼能争成这样 这要命 这米饭够 我尽量少吃这米饭 但是我今天肯定凉满是挡不住的 但是我今天肯定凉满是挡不住的 好意啊 用嘴投票 嗯 好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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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苹果姐姐 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阳锅吧 像过瓜不需要高阳锅吧 不要 就是这个蒜鱼 那个排骨 排骨我先是用高阳锅把它压透 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 蒸个十几分钟就高了 这个排骨要蒸透要 哦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 在苹果姐姐这儿 我看到了和组案菜不同的另一种实不厌经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 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 使肉皮起者 形成漂亮的虎皮纹 糊上薄薄一层辣椒 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 蒸足两个小时 直到盐菜扣肉 颤颤巍巍的上桌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 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 一个是食物 一个就是油盐 今天待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刘洋 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一个是香方言是排第一 然后是干方言 还有客家 就这三大方言都在刘洋 讲干方言的 就应该主要是来自江西 客家化的这个来历呢 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 像刘洋蒸菜 这个这些调法呀 我们香语和干语的都是发 就是菜这个发菜 但是客家化 它发的是真错语 错语 是不是有这个 是是是 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 是吧 所以刘洋它这个 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的 就等于它是一个 纯外来的方言 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对有源头 他们有句俗话叫做 呃 宁丢祖宗钱 不丢祖宗言 客家人它有个特点就是 就是群居 聚居 聚居 大家族住在一起 就是我们客家人 其实心很起 他们做事呀 行事呀 这个传统的坚守啊 都都非常有特色 我们拍美食 我们怎么找食物 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 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 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 相互说话 讲得通 他们在口味上 不会起争执 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方言和食物 往往是一个强谷吧 对 同样是制作繁复 官府菜和留阳蒸菜 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 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 长沙的双子座气质 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的 湯木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 食物学堂在当时的 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 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 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一起 同学少年是吧 同学少年是吧 口气的很大的 习近平为湖南为常常带来的财富 但是这个还不够 甚至认为它不重要 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权 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 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后 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 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绝对没有问题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 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 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 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这些事情 后来越到后面 革命思潮就起来了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 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 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 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 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 但是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就是在70年代以前 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 历史进程当中 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 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 就是你一起吃辣 一起汗流夹背 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 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 一种共情 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 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 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 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 我和草宇分头形容 我想要一杯辣妹子辣 这个也很新奇 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 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 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 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 都在朝中间 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 哈哈哈哈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 其实这个地方嘛 有一种城市人的相同的感觉 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 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 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 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 是有一种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 就是他找回他失去了家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 第一次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 是的 打个卡 好好吃啊 你怎么这么懂事啊 还给爸爸打扇子 你怕爸爸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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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真不错 嗯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 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 发现新的味道 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 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 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调则 送人 demand 好 就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完全不认识了 我觉得长沙现在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西 广州北京路 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 就只有长沙有人 这真是人气旺旺 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 不是很能捉摸透 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 因为这个时间太短 还要等个五年时间 可能我觉得它这个往后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 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 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 那你一旦 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 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你上班就纯粹就是上班而已 没有一个明确的任务 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 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走吧 咱们去打个卡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 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 人潮汹涌 没有人能判断它下一个去处 田敦镇生产煤炭和黄牛 镇上人的营省大多与这两样有关 江丽群也不例外 16年前老矿厂倒闭 在矿上坐卡车司机的江丽群成了事业工人 没了生计只好随大流外出打工 到厦门打工就台资企业里面开车嘛 我就在里面坐那个司机开车嘛 开了两年 后面就想着回来 一家子在外漂泊 终归不是出路 既然早晚要回老家 不如是年轻还有闯进 回乡创业才是正乎 我妹妹那时候跟我讲 她说要不你回来开个饭店呢 反正你也喜欢烧菜烧的蛮好吃 带着对美食的热爱和五万积蓄 将你寻回到田敦开餐馆 新手入行喜欢玩花样 从川采师傅换到东北采师傅 店里竹厨换了一茬又一茬 生意始终入不敷出 春菜到我们到我们这里家乡这边呢 他们就不是很合口味 他们说哎 那不怎么好吃 把爱好变成事业 官网会被现实的挫折消磨 这世间最好的老师不是兴趣 而是生存 一位艰难创业的农村女性 此时能依靠的只有她的不甘 和见仁 江力群终究还是拿起了锅铲 站在了灶前 刚开始有怕做不到好 但是我每天都在想 是怎么做应该怎么做 我几乎白天做的事 我每天回来晚上我都会想一遍 今天什么事没做好 都会考虑一下 刘是精神 炎是气力 矿区工作繁重 将一群对此深有奇感 思索出重仙重浪 才是让时刻口舌生金 流连忘返的博尔法门 前面我们这里有好多地方养的黄牛 小黄牛 牛肉的肉质 你知道吗 我们就直接做这个煮菜吧 爆炒黄白是江力群的拿手好菜 黄即黄牛肉 白即白萝卜 一婚一送 能在火炼中炊炼出什么心思 新鲜牛肉买回来 它切也有讲究的 它要横着切 不能直直切 直直切 炒的牛肉就很老 切好以后呢 那就用酱油了 啤酒了捏一下 捏制一下 捏制一下以后 直接放下去炒 炒的是原味原味 萝卜丝放下去脆脆的了 很好吃 稻炒 这种既结合矿渠飘寒民风 又将重仙重辣 发挥到极致的烹饪手法 让江力群一朝开悟 从此时刻变成群节律 日日渐长 只用了五年 江力群的破败老屋 变成了院落别墅 苍蝇小馆变成了豪华酒楼 挺辛苦 但是我也很乐爱 这份行业嘛 我想把我自己做得最好 要在牛肉馆林里的田墩 做到最好 江力群还得刻苦钻研 我就把我的菜烧给别人吃 吃完以后呢 我看桌子 有没有生菜 如果是整盘菜拿回来 那肯定是有问题 所以我就不断 每天都在这样的努力去学 麗群水煎饺 既没有重鲜重辣的田墩特色 也无关田墩人喜爱的黄牛肉 却成了镇上最受欢迎的小吃之一 面粉我们一般都是定制的 它这小吃皮做得非常好 做得又薄又白 手工包要包紧 你看看 茶匙一针要好的五花豆来 就放点盐巴 放点那个味道鲜 包好的饺子齐整入锅 加水将将没锅 中火慢煮 饺子馅儿溢出的油脂 经过收制 又紧紧附着在饺子皮上 色泽油黄 美丽鲜美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 做到别人爱吃 热爱总在不经意间回馈为之付出的信徒 水尖角的创造 彻底打得奥奖一群的任务 也让它的爆炸更上一层楼 干锅牛筋 里经焖炒 两道工序后 滚烫上桌 鲜辣弹牙 香气四溢 麻辣甜螺宝 内藏乾坤 猪肉牢牢锁住螺肉的鲜味 鲜爽可口 在以前我们最早的大师父 你们感觉很好 宴会厅 新的宴会厅 在装修我带你上来看看 哪一家绝放 绝放 那有干四分里的 那爹就过我们的地方 你爹这三个 刚开始是租别人房子 差不多一百多层 越做越好我就扩大面积 做大一点 不然我们的小厅 可以拜托三三 而且一等个门风 从一百平米的小店 到两千平米的宴会厅 江丽群用十五年 完成了从下岗女工 到爆炒女王的华丽转身 各种心酸 她却鲜少想旁人提起 好 变得很忙 四年多 准备起来 变一个 白水淡 土石无黄 连同家人的默默关怀 已齐都在带住 却能为将一群提供坚定能量 创业本就不易 熟业更是艰难 或闻或漫步 或蒙或暴炒 蜂王幸福的道路 并非一途 真是热忱的初心 也许会被挫败 但从不会被辜负 这仲先仲辣的乡野真味 或许就是乡村创业人的 张扬底色 今天这一期这些玩意儿 运动员不能吃吧 运动员 就是不运动的时候可以吃 我觉得运动员还不一样 运动员吃东西太复杂了 有营养师给他说 这样不能吃 那样能吃 好辛苦 他不能乱吃 对 他那个配套 反正这期我看见 是有点心情澎湃的 这个一看你就觉得 崩溃了 对 因为他们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爱吃油炸食品的人 又来了两种人 还有一种是假装不承认 假装不承认 对 这个比甜食对我冲击的意思就是 完全不可能 要大得多是不是 特别想吃这些东西 你拿嘛 你想吃哪个你拿不用拒准 余荣星老师拿的这个就是 纪录片里面的那个马戒修球 澳门的一个美食 马戒修是他的那个 就是腌制的血鱼干 翻译过来了叫马戒修 他就外面裹了一个东西 然后一炸 看那个画面 然后听见他油炸那个声音 我都受不了 都没闻见味儿呢 你来一个 油炸 先吃哈 有一种充满了罪恶感的 伸出了手 还行 我们端碳水的人可以随便吃 我觉得小时候 对油炸食品欲霸不能 因为我们家楼下 有一家卖炸洋芋的 一个大油锅 然后狼牙土豆切完了之后 就下去炸 你在旁边等 这个炸土豆可能是全国各地最时髦的 最接地气的小食 有过时 而且 这么多年了 从我这么高 然后到现在回去还是开着呢 而且全国各地 现在出现的古镇里边 除了烤油鱼就是炸洋芋 对 我们小时候没那么好 就是炸串 小校门口 五毛钱一串 一块钱一串 炸一切 一般来说就是 那个串上都穿什么呀 豆腐 馒头 真的炸一切 火腿肠 还有火腿肠呢 挺高级的 有五毛钱的火腿肠 一块钱的火腿肠 五毛钱的这么粗 这么粗 一块钱的这么短这么细 那为什么一块钱呢 你就知道五毛钱的那个肯定有问题 但我们还是吃功了 一块钱可以吃两次 对 一块钱那个肯定是比较正常的吧 就是咱们听说过的盘子 但是你买五毛钱的 就可以享受两次了 那个你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你们家最保留的一道油炸食品是什么 我们家 肉串吗 不不不 其实是这种类似这种的果条 内蒙的用牛油红糖面做的炸的 像在我们四川的话 就是所有的时候过年什么的 就会炸丸子和酥肉 对 就是那个是一直会炸的 就是过年 那就是过年 过年舍得用油 对 过年什么那种 就是说那种真的夜食 一锅油可以炸不停的 对 然后炸碗子 然后还点胡萝卜的 然后炸五盒 炸带鱼 炸带鱼 炸带鱼太高级了 炸带鱼也是我们过年吃的 平时那个废饰就是洗带鱼太废饰 那内蒙有带鱼啊 就是 对 就过年吃 因为它冬天有 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带鱼也不是什么名贵的好鱼 对吧 其实我们是只能吃到带鱼 所以是比较大中华 带鱼已经是一个很公平的书 带鱼炸带鱼 带鱼炸带鱼 是不是你们做过冻带鱼又来的 对 我之前听高晓松有一期节目里面 他专门说过油炸这个事 他说好像老北京所有的 就是他小时候的记忆 都是跟油炸有关的 就是所有东西 你拉饭觉得好吃的 肯定是油炸过的 因为油炸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它拉平了对食材的差距 好一点 差一点 炸完以后都差不多了 所以还有一个 王硕当年的小说里有一句话 就解释了这个 就是说 我跟你说 就是土磕了 裹油炸一下都好吃 都能炸 真的是炸一切 对 炸一切 这这麻花怎么还有两大盘 还长得不太一样呢 尝尝这两种麻花 两盘都要吃一口 那我喜欢炸的比较透的那种 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是吧 让它评价一下 它也在拿 这个好吃 对 你看它一看就是 炸的比较透 这个它还不是透的原因 这个麻花在和面的时候 里面加了比较多油 对 这个麻花和的时候 加的油会比较少 我们知道那个面团里边 有一种面筋蛋白 就那个面筋球 就是那个面筋蛋白 然后你用油和面的时候 油就阻断了这些面筋蛋白 直接互相交连 它最后就比较容易散 它太好吃了 而且里边有油 所以这就是 多香又酥 好吃的就是油多不见面 太铁压了 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万恶的 油炸的一期 晚上看的话 请自备宵夜 高品质的风味人与新人 本节目由有一种新人 叫加勒福的安心食品领导者 加勒福赞助播出 谢谢加勒福 Brian我们今天 已经那么多油炸的了 你还有其他的杀手锏吗 有一道杀手锏 今天我这道菜的名字 叫做天下大同 因为我知道在座的 我们的社会嘉宾来自不同的地方 李旦来自于内蒙古 然后莫庄亚婷女士来自于北京 然后我们的云先生来自于 我们的四川雅安 然后孟瑶来自于这个云南 所以说我选用了 每个人家乡不同特色的食材 那像李旦他们家乡 有一道特色的油炸食品 叫做油炸奶豆腐 所以今天我选用了这个奶豆腐 去配了一个我们法式的鸭胸 因为我一直做法餐 然后我们也选用了这个 云先生老家的这个辣酱 然后我们去结合了贵州的 特别好的一个辣酱面 辣椒面 把这个四川的这个辣油 和贵州辣椒面做了个结合 我们有个北京的这个豹朵 然后豹朵沙拉 还有一个这个灌肠的米丸子 米丸子里包进了灌肠和芝士 然后所以是比较突破 那孟瑶的家乡云南 有很多郡蕾比较有名 所以我们选用了一些口模 和一些松茸之类的食材 去烹饪 所以全部都是用油炸 你这一期挺贵呗 这顿饭听着挺贵的 对 都是炸反正 但听起来挺复杂的 我们别饿着我们 好 没问题 那你先忙 辛苦了 不客气 其实就跪在你最后 跪在松茸那一下 你松茸炸的多糟糕 我下次给你寄一点好吃的油鸡松 油鸡松 我太香了 就是因为它新鲜的时候只有那一寄 突然想到我们内蒙有一个东西 也特别过分 叫油渣 油渣 我们那是羊油渣 弄一块羊尾巴 然后开始炸 最后就是 我就是油炸油炸 继续炸油炸 最后成为一个那个东西 我觉得好爽 最后就还回来去炸 还是一块油 它吃的时候怎么吃 直接吃蘸点盐 直接吃 你们还好蘸盐 像我们是蘸白糖 那太罪恶了 你想想一个油炸的油渣 对 油渣应该是油炸食品里最狠的 炸油 它就是 而且确实是经过长时间的加热 就是剩下的 对 太爽了 太馋了 但是好像各个国家 对于油炸的用途不太一样 我上次去吃了日本很有名的天妇罗 我觉得挺震撼的是在于 它是用一个油炸的手法 它其实是为了保鲜 就是它把那个腥味定在里面 就是它的那一层油炸几次 我定我直接吃 我用我的嘴保鲜包 它可能不太香 就是油炸完了 你还是觉得它香 我其实一直对篇幅 我是有一点偏见的 为啥 就是那个感觉 就是挺好的东西 你干啥 我也怎么样油炸 对吧 挺好的东西干啥 它不是油炸 它是靠外面那一层油炸的温度 把里面的食材蒸熟 对 就是它吃的里面那个是 所以就是我肺解的地方 就是 它其实是用了一个手段 然后把它那个鲜味定型在里面了 我就觉得好风液厉害 它外面裹的一层淀粉 因为你一砸也特别快的凝固了 它在里边的那些东西就出不来了 然后包住了 所以我吃天妇罗 能不能选择把那壳扔了 完全可以 只吃里面那个是不是更好 老板打牛 咱们按这么说嘛 对不对 对 有没有道理 那你那个淀粉和油 又破坏了它的香味 我觉得应该把它都扒开 就吃里面那个香味 其实你还可以 你把壳去掉 就是油炸食物最厉害的 就是它的那种口感酥脆的那种 就是crack 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 确实就是喜欢这个声音 以前我在美国做研究的时候 他们想知道怎么样 让那个声音更吸引人 比如说什么成分都一样 就是你怎么加工这个食品 让那个搅起来的声音更吸引人 他说这个实验怎么做 弄一个装置 模拟牙去咬那个食物 常常放一麦克风 还把那个声音录下来 我们去分析那个波形 哦 有结果吗 就是怎么样 在最后只是查了一些文献 在最后那个公司就是 公司运行嘛 到年底说明年没钱了 不做这个 那这个声音 有时候你晚上吃 是一个很强的感觉 对我就特别烦 晚上有人在旁边 吃薯片的那个声 光是你烦 就是他吃的那个人也烦 他会一边吃一边恨自己 哎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 就提醒自己 又吃了又吃了 所以你有没有一个经验 就是听到有人在电影院里边 非常小心地嚼爆米花不出声 我是含软子在吃 我觉得特别过分 因为我自己都会被打扰 我觉得旁边的人也更烦我 就是我就含一含再嚼 你这么嚼的时候 你会失去那个平常吃爆米花的快感 对所以我就看电影其实很少吃爆米花 不吃爆米花 因为我自己是不大喜欢吃爆米花的 很少 所以我没有这种感觉 不是 这个就是你们研究的 说哪一种声音让愉快 就是说对它来说爆米花硬了 如果就是有一些你去嚼很硬的东西 它传的那种咔咔的声音 是可以又硬 它会直接就是这样上去 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大家经常会说嚼脆的东西 嚼的脑袋疼 它就是说那个嚼的声音啊 一个是频率 那个声音声调高低 还有那个持续时间的长短 物体密度 就是说你脚的时候 它那个声音持续长还是短 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声音强弱 所以它那个分析那个波形还挺复杂的 说到油炸食品 是不是因为它脆 它这个声音都有没有用 脆不是主要的 前面还有一个词叫酥脆 就是那个酥取决于你咬脆的时候 它不会震脑袋 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喜欢这个 油多的时候其实是酥 对 像这个麻花的话 因为它比较粗嘛 所以你看里边 它还有一点那个白色的部分 白色的部分 其实就是它还没有炸 你看外边这个颜色的这部分 它就是特别酥 如果它这个油放的更多的话 甚至到那个麻花都不大成型的时候 那个更酥 油炸的这个东西 我们戒不掉 一开场大家那么高兴 它是不是骨子里面就天生在的 当然 这是DNA技术 这个事情真有人研究过 这个呢 一个可能是说 我们对脂肪 脂肪是相同量下 这个孩子的量最高的嘛 你看在远古的时候 你吃了不饿嘛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油炸的时候它产生那个香味 炸肉呢 有蛋白质 淀粉 它最后形成一个美丽的反应 油炸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这种香味 为什么 就是说那老吃油炸食品啊 老吃糖的人 他就会需要吃的越来越多 他能获得相同的满足 如果你永远吃同样的量 开始的时候很满足 到后来 你就已经不能让你快乐了 对 所以说它很罪恶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 为什么说这两种食品 让你欲罢不仁啊 对 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爱就是想要伸出手去用 我研究过 因为我一个专业减肥三十年的人 我研究过 成果特别显 成果真的是 对 开玩笑 开玩笑 没有没有 我已经那个天受命运了 没有习惯 但总的 因为所以我就专门研究过任何的 就是说如果你把肉和那个碳水 你分开吃都没有关系的 那么油炸这件事情最恶在于 它把用淀粉裹着肉类 然后再经过油过滤了一下 它所产生的那种热量 能够让你发胖的东西是加倍的 然后你再蘸点糖 对 你说你明天要把肉分开吃 或者明天要把那种 然后最可怕的就是高油 高碳水 然后加上高糖 所以你想想什么东西最邪恶 然后裹完了以后 最后再蘸点糖吃 对 埋糖 对 这个东西还吃得很愉快 越吃越多 对 有炸糖的嘛 有炸冰淇淋 对 你看 这个就是 人真的是 就是 那个糖三角 一吃那糖出来多好 我们那个云南不是叫什么 乳扇 对 炸乳扇 对 乳扇炸碗里边还要裹巧克力酱 那个东西应该是因为元代那会儿 蒙古人去了 有的 我不太相信云南当地人会那么吃奶 大理那边就是 没事 那个酱油小碗子也是你蒙古人去的 在里边炸了好多奶酪 我刚刚在说的这个油炸的东西比 我总觉得好像吃油炸的这个事情 它是跟年龄有关系的 这个脂肪确实有很多人 上了年纪之后 他那个胆汁不足 对 而且会让你很快就感到不舒服 吸收不高 是的 你知道我之前 因为每个星期可能有三天在外面拍餐厅 我会去餐厅里面去拍采访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摄制组所有男孩 都是和平可乐 只有我一个人拿着保温杯 就一直被他们嘲笑说是老奶奶 自从90后开始拿保温杯泡枸杞 我觉得我好年轻 就拿保温杯觉得一点都不尴尬 对 也变成流行了 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流行朋克养生了 其实泡枸杞有什么用 一点用都没有 有用吗 问问 原来是给解释一下 泡枸杞到底有没有用 就跟喝茶喝咖啡差不多 就是一种饮料 对吧 就这种饮料还比较好喝 如果你觉得好喝的话还挺好 就心情会好 其实没有什么养生的 而且给你一种 就是说主要是它有一种仪式感 你会让你觉得 我是很注重健康的 我在养生 尤其旁边的人在喝可乐 吃完油炸的喝点茶 解解腻 这个特别爱说这句话 柠檬水也是解腻的 对 我们在喝柠檬水年轻組 朋克养生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今年吧 反正我去年写过一篇跟这个有关的文章 我也不能确定是不是我原创 反正讨论了一下 就是朋克养们怎么养生的 就是如果你说一个90后 甚至95后都开始养生了 那么它一定 这事跟刷信卡一样的 它一定是在别的地方造的太过了 对 就是属于这种一夜不睡觉 然后第二天觉得说 OK 我练个太极拳 我就能补回来 因为这个长期的以来 中国有这个传统 觉得养生嘛 什么时候都要养生 我从小时候开始不养补一直到老 还处在那种就是吃喝来养生的这个阶段 就是说吃油炸的 会说少吃上火 对 少吃上火 其实就是它太油了嘛 你会肚子不舒服 就是因为你可以某种不舒服嘛 对 然后我又说不出来它到底是为什么 那天不是有人说了吗 是因为你没刷干净牙 对 那个是甜食 是牙刷不干净 你会里面 就是油炸这种 就是因为你吸收不了脂肪 最大的可能性 因为它已经油炸了 就是食材很不新鲜 有问题 所以你就生病了 那不是油炸的错 那你这道理是一直是这么讲的 但怎么就跟朋克养生就挂上了 年轻人突然之间意识到这点了 好像就是这两年 年轻人吃完就这家食品真的发胖了 而且我觉得主要是现在我们的自媒体 朋友圈太发达了 你干什么事 你的整个朋友圈都知道了 大家觉得这个好玩 所以有时候它并不一定认为这事是有多大意义 但是它大家都在做 好像你不去做都容不清朋友圈的感觉 就跟保安杯一样 其实还挺酷的 你觉得小孩我就拿个保安杯 其实很帅 还是想追求跟别人不一样 对 可能是这样 我觉得保安杯的流行主要是两年 因为保安杯做的好看 那挺帅的 以前大家不愿意拿 对 中国有没有分哪个地方特别朋克养生 肯定是一线城市 不一定 不一定 大包邮地区 江州户 他们养生是有一套按着使令来吃东西的 对 然后什么时候要进补 就是他们是 他说朋克养生 一样的 现在年轻人也是 掐着节气 就挺朋克的 我觉得我见过的两个特别典型 一个是北京的朋克养生说 在街头戴着那种口罩 就是那种特别 他叫什么什么口罩来着 绑埋的口罩 对 然后拉下来 吊根烟 这是一个我特别印象深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四川 你说抽烟的那个我想起来说是 看到报纸上说抽烟致癌 下都把报纸借了 对啊 就是这样 然后四川是说好 我特别讲究饮食 要吃清淡 要吃什么好的食材 然后一锅全放火锅里面 然后就说看到 你看所有的蔬菜 特别新鲜 特别好的蔬菜 放在火锅里面一捞起来全是油 对还都是老油 一定要沾上油才好吃 过来还得放到芝麻油里面 对 我觉得四川人真的挺彭克养生的 你想他那个就是因为说湿气大嘛 所以我吃辣椒要除湿嘛对吧 就是三高随便过 然后湿热心中流 就是白天打打麻将喝喝茶 晚上照样吃的很油腻很辣 但如果你们从这个角度是这样 按我对彭克养生的理解 我还是认为是一线城市 我接触到的年轻人他们还是比较西化吧 他用的是养生这个词 他用的是科学的那一套 对他只是今天比如说很累什么 他会采取一些方法 比如说生酮饮食 他比如说断点这断点那 他就会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你说的对 这个是两套理论 两套的 就是说那个 保健食品 油斩食品 不吃不可能的 一定要吃 吃完了以后第二天我屁股了 可以喝酵母 什么我清断食 我吃 你听到我们讨论这样的事情 我吃这个丸 我吃那个丸 我吃那个丸 这就是彭克养生 你是个彭克养生的人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生酮饮食 那应该算吧 但我又喝酒 但是你今天这个酒破季了 破季了 这个饮不住 这个在这儿香味不停地飘过来 是的就是好吃在当前的时候 就下一顿再说吧 喝今天的酒上明天的甘味 我是觉得人的大脑吧 他需要奖励 因为有的时候我有几样东西 又说到我30年的减肥历史了 就是说当我不吃碳水的时候 有一天我坐在那儿 我说哎呀我心情真的好低落 然后就是说心情怎么能这么差 一想对 因为我没吃主食 然后呢这个也是 就是说我真的太低落了 算了你给我一洋葱圈 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大脑 是需要葡萄糖 对 动能的每天 就是你什么都不干 你是不动了 每天都不干 每天大脑需要120克的葡萄糖 120克葡萄糖意味着什么 120克淀粉也是一样的 消化之后也成了葡萄糖 如果你缺乏这些的话 它的葡萄糖不足 你就大脑就会感到不舒服 所以说生酮饮食还是有一点问题 对 生酮饮食的问题还是不大 就是情绪低落 不过没关系 因为你也不用脑子 但是我是这么想 我采用生酮饮食 但是我知道人的意志力极其薄 虽然我采用生酮饮食 待会儿几乎每天都会一不小心就吃到 比如今天这种 对吧 人家说不给你多夹 你还是忍不住夹两块夹两块 我觉得这个就够 我觉得这个够120克 所以说你要真正去享受这种美味的话 你应该控制量 如果你吃的比较少的时候 你就永远让它很少的一部分 让你开起来 让你改到愉悦 那我是对的 就是我用偷偷吃的 对 马上就找了一个心理 偷吃 偷吃最好吃 我觉得是一个放纵和你节制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是我会总量控制 就是面对这种好吃的时候 就是尝一口 适可而至 对啊 好理智啊 大家通常做什么垃圾食品啊 什么羊块餐 这个东西我今天吃了 这种饮食中多的东西 我明天或者说下一顿 我会有意识地去避免 然后就补那些就是更合理的 这是科学嘛 对 我是挺怕跟就是 你比如说正在健身的人 或者是正在吃素的人一起吃饭的 跟他们吃饭 我觉得好辛苦啊 就是首先点菜的时候 会限制我很多选择 我为了照顾他 我都有很多东西不吃 然后不吃的情况下 他还要一直地跟我说 你要像我一样吃你才能好 那其实吃素是很大问题 吃素是有点问题的 我反正印象当中觉得 纯素的人好像比较严重 我看过一个调查 就是说 中间省略各种理论分析 就是说吃素容易 让你性格很偏致 反正后来我也不能说 所以我说吃素的人 严肃是好像是有道理的 严肃就是因为他一定要说服你 我觉得可能这个因果关系 倒过来了 有问题的 应该是这些偏执的人才选择了这个 那健身餐呢 因为现在健身餐 我觉得特别贵 它的一点就是标榜说 我的这个东西是按照你每日所需 三餐搭配 人和人不一样 这个 健身餐现在有几种 有一种就是那种 就是纯沙拉那种什么 用来饿你的 那种用来清肠的 还有一种是什么 告诉你每天蛋白 然后什么糖分脂肪要搭配的 然后他再健个身跑个马拉松 对吧 一定要发那种跑步路线图的那种 对 发跑步路线图 吃健身餐 发明的很好 那个东西做这个的人 真是个天才 那个是一种身份的焦虑 对 就是找自己 就像你刚才说这个 成了一个身份阶层的象征 比如说这个健身餐就特别贵 实际上那些东西到我们看 比如说我拿这个健身餐 我看好 它用的是这些原料 对 营养成分大概是这样的 我说这个东西大概是多少钱 但是它的价格可能是十倍 甚至十倍 实际上在生产上的话 我们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一条生产线 生产两个产品 一个是卖给这些高档人群的 卖得很贵 另外一个是卖给普通人的 卖得很便宜 生产率是一样的 所以他其实也很精准地 找到了这一层人 你愿意花这么多钱吃这个东西 你就是这样的人 就像有一段时间 北京流行的健康早餐 打开里边花红柳绿的那种 其实全是一家快餐公司 也不能说全是一家吧 反正有数的那几家 谢谢 谢谢 这个小一点 好想拍照 哎呀 要动筷子了吗 是吧 然后我介绍一下吧 整盘子里都是我刚说的油炸的食品 这个垫在我们的压胸底下的 就是我们油炸的这个奶豆腐 哦 旁边红色这个酱汁呢 就是我们贵州的辣椒面 和我们四川辣椒油 嗯 然后炸了之后去搭成的酱汁 那那个米丸子呢 它外面裹的面包糠是米 那里面是有老北京的灌肠和这个芝士 是有阿湖里拉芝士 你在其他地方还能看到孟洋老家的这个菌类的 比如说香菇啊蘑菇啊 然后包括还有老北京的这个暴动 全部用油炸的形式去做 对 这个是你为了这一期节目特意创意的吗 对对对特意创作的 很前没试过这样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面吃 哇 触摸多了 对 大碗子 这个法师鸭胸的做法基本是先煎再烤 太过分了 我今天是炸 对 我第一次见炸米 炸糖咱们先说的 炸米 辣椒也很好吃 哇 好美啊 辣椒很棒 这个鸭肉一定要非常多汁 整个盘式的呈现呢 不是油炸了一大盆 然后没有摆盘的形式 我使用了这个法餐的这个盘式的这个形式去呈现 米丸子太多分了 到最后 Brian觉得很难过的点是在于 摆盘没有人夸 所有人在说米丸子 哈哈 没有 我一直在喊 你拿来 一直在喊 我没有带手机上桌子 嗯 我觉得我靠这米丸子我就能活好久 嗯 这样子怎么样 好好吃 我觉得它这个酱 确实是非常好 哇 谢谢 这个还有吗 我能打包一罐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满个片都好吃呀 对 已经打包好了 你看没人敢说 是不是酱好吃 酱好吃啊 好吃啊 而且它这个真的就是那种传说中的世界美食 嗯 非常想过了 嗯 它最在这个油炸的 嗯 好吃 嗯 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会把那些油炸啊 就是重油重辣啊 这种叫做解压食品 嗯 真的碰到好的食物应该就是这样吧 我们之前说过就是说有好多餐厅它进去你看到它的菜的第一眼你就知道你自己高兴不高兴 就是今天这个油炸真的 油炸好高兴 我从这儿一坐就开始觉得啊好开心 十二月 贵阳进入深冬 整座城市都苏醒的晚一些 城郊的桌房内整夜的忙碌接近尾声 这里正在制作一种贵阳人钟爱的食物 很快 它们会出现在全市数百家早餐店中 天色渐亮 食物为城市拧上发条 每种早餐都有自己的拥躲 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 开启一天的生活 翁鹏智经营的米粉店生意火爆 牛骨 牛肉 牛杂 两个小时的炖煮 一锅好汤蓄势待发 静候主角登场 这种米粉 外形圆润 略带弹劲 沸水汤烫 淀粉物质受热后微微膨胀 舒展腰汁 与大部分米粉的丝滑质地不同 它的表面粘稠细腻 均匀密布着无数细小孔洞 酸菜撕爽口 香菜碎奔放 牛肉牛杂嚼劲十足 最后浇上浓郁醇厚的肉汤 这是店里的绝对头牌 牛肉粉 只需趁热轻轻水吸 米粉微颤 轻盈滑入口腔 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 唯有米粉始终不变 让它纵横贵阳主食江湖的 除了疏松的质地 更重要的是独特的蜂蜜 富含直炼淀粉的枣鲜米 与金米混合浸泡 循环利用的泡米水活跃着大量酵母菌 助力大米快速发酵 产生鲜薄明快的酸度 打磨成浆 还需要持续施压 完成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 在长达整日的绝力中 米浆排出90%的水分 第二次发酵完成 酸味越发富裕 机械外力挤压成条 沸水中迅速熟化 前后两次发酵 米粉同时拥有粉糯质地 和层次堆叠的微酸 贵阳人称为酸粉 自此 烙上独特风味印记的酸粉 成为贵阳餐桌上独树一致的存在 先喝一口原汤 再凭喜好添沛调味 酸味成为主轴 串联起芬繁口感 西松的孔洞如同海绵 每根泥粉都饱溪汤汁 姑息间浓香洋溢 酸粉的保质期仅十个小时 即使冷炼物流发达的今天 离开贵阳也几乎难觅踪影 除了与鲜美浓郁的牛肉汤结伴 酸粉还有另一个朴素直接的打开方式 这更依赖于它的本味 如何给酸净的酸粉灼上绚丽的浓肉 这是王素荣钻研了半辈子的课题 好嘞好嘞一分钟啊 同时汆烫 火候的拿捏需要更为精准 米粉刚刚浮出水面便立刻捞起 最大程度保留酸味 味道的调和讲求平衡之道 小葱辛香柔和 大头菜咸甜适口 花生酥脆焦香 豆芽增味提鲜 基本配置大同小异 但点睛之笔 每家各有高招 多加点辣椒 好嘞好嘞 王素荣的秘密 在于亲手制作的油辣椒 花西辣椒 辛香微辣 小火轻炸 表皮焦化便脆 冲碎的辣椒 冲碎的辣椒 与温热的菜籽油 按一比二的比例调和 香气浓烈魅人 酸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油辣椒附着 红油也将微酸风味牢牢封存 各式配料被米粉裹些 辣甜咸鲜在唇齿间和谐奏鸣 极简的配菜 方便的调味 贵阳人将这种源于家庭 简单制作的干拌酸粉 称为老素粉 名字虽然沿用至今 但人们不再满足于它最初的模样 不同焦头 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 酸粉已经成为贵阳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 在粉糯口感和发酵微酸之间 隐藏着当地人道食和嗜酸的偏好 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 坐落着古北最大的总是武汉 繁忙的水路交通系统 让千万人口一路一刻不停 然而 无论再匆忙 总有人愿意停下脚步 耐心等待一种美食的出炉 金黄油亮 敦时丰满 要想了解它最初的模样 我们还要离开都市 前往五十公里外的乡间 黄皮 一片合乎交织的沃土 武汉周边最重要的水稻产力 沿阳当空 收获季节 农人的午餐一切随减 提前准备的主食 看起来像普通面饼 其实它的主料是本地大饼 泡好的绿豆和大米一起磨成淡绿色的护法 沿锅边均匀摊成薄片 三十秒就能烙熟 清新的绿豆气息和稻米的甜香交织 口感松软又有嚼头 这种绿豆奶皮 当地人叫做豆丝 还可以继续加工 油煎后包上腌菜 油润咸鲜 切成一纸宽的条状 切成一纸宽的条状 晒到完全脱水 可以保存半年 泡进藕汤 面与鲜甜 回到武汉市区 也能看到豆丝的身影 可以是经典炒菜 还能做成轻巧的下九小时 武汉的宵夜摊 一直持续到天亮 昼雨夜在此交接 绿豆和大米 也要再度相遇 凌晨两点 徐志刚和妻子 开始准备早餐食材 磨好八十斤绿豆米浆 再蒸上一大锅糯米饭 妻子负责准备辅料 猪肉 香菇 豆干 冬碎 翻炒一小时 武汉人叫三鲜蒼肉 食材全部备好 不过准备工作 还没有结束 徐志刚小心翼翼 他的特殊工具 每天开工前 都要仔细打磨 在武汉方言里 吃早饭 叫做过早 这里也许是中国早餐花样最多的城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爱 你将在油锅中快速速行 变身轻盈酥脆的面窝 鲸鱼 煎鱼熬至完全脱骨 加胡椒做成柔稠的汤底 拌上细米粉 还可以搭配油条 扎实的烧麦 塞进炸的焦脆的油饼里 多重碳水的快乐 让人上头 最有名的还属热干面 它是许多人眼里的武汉美食名片 不过对本地人来说 跟热干面不分多重的 还有一种小吃 7点 徐志刚的小店门口 已经排起长队 2个4块里 1个8块里 2个4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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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8块里 摊进大锅 徐志刚的特殊工具 即将派上用场 棒壳 不易倒热 形状弧度 与铁锅几乎完全一样 只需沿锅底旋转 就能把米浆均匀刮开 鸡蛋液 鸡蛋液也要用棒壳刮匀 和米浆一起烙成一张薄薄的皮子 把轻盈的皮子翻个面 铺满提前备好的糯米和三鲜扫子 四边一折 兜入满满的馅料和卤汁 排队等待近十分钟 老顾客知道 美味即将出锅 美味即将出锅 鸡蛋液 整锅翻转 仪器呵成 外形依旧保持完整 挑剔的武汉人更看重的 是这层金黄油亮的虎皮纹路 外皮变得又酥又脆 糯米依然柔软坦润 三鲜扫子点缀其间 咸鲜兼得 尽管绿豆米皮已经变身豪华小方块 武汉人依然倔强地叫它 豆皮 徐迟刚的小店 平均每天要制作六十锅豆皮 在武汉 几乎每个街区都有被人追捧的豆皮店 从田间到城市的街头 原本朴素的豆皮早已改头换面 如今它还在不断适应人们的口味 除了传统三鲜馅 牛肉和虾仁也轮番登场 不光内有乾坤 武汉人还要锦上添花 炒出不同的焦头 早餐也能吃出超级满足感 每一天 徐志刚夫妇都在这片街区准时出摊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豆皮是一种豆制品 唯有在武汉 豆皮是人们心领神会的暗号 正如他们把吃早餐 叫做过早 先倒点水吧喝点水 好啊 就跟回家吃饭一样的 这是赵雷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家大厨 大家好 我负责招待客人 他负责在后面忙我 他是来唱成都成都吗 唱个成都成都 我是北京的招围 不是 北京的招围 成都那招围好像也不是成都人 对 他也是北京人 也是对成都有感的人 但是我们今天走的路线 是不是也有成都小吃 反正就都是外卖系列常点的了 这叫什么旋转外卖 对 是的 以一种高级的方式 呈现一个外卖的状态 这个您是什么介绍一下 我们科学家 鱼子 鱼子 做食品安全的 我知道 蛋总你先挑吧 就是传送袋上 有没有你平常宅在家里面经常点的品类 他不吃碳水 对 我其实是能不吃碳水尽量不吃碳水 所以在转的各位我可能就只吃饺子 只吃饺子和碳水 饺子不是碳水吗 它比较少 它是把皮包了直接吃馅去 就这种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复合食物稍微好一点 我经常点的是凉皮 还真有 尤其是夏天 我整个夏天好像就是在两瓶和米粉当中做过的 那我就可以吃了是吗 现在 就可以啊 我的天 但是我觉得掐指一算 再做的可能就我跟蛋蛋是经常会要吃外卖的 程老师不吃什么 我很少 我很少 我能不吃就不吃 那开会的时候怎么办 开会的时候就点一个类似快餐的东西 很无奈 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 岂不是你就站在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另外的角度 因为我感觉我跟蛋蛋这种都是靠外卖在活的人 我经常在各种饭局上见到您 那也不是外卖呀 你恰指酸酸 就是您除了在饭局上见我都在吃外卖 其他时候都在吃外卖 其他时候都在吃外卖 他们的特别好吃 盒饭特好吃 不是盒饭 他们就是跟这儿的规格差不多的 摆一大桌子那个菜 私主餐 但是刚才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你说的那种私主餐排出一排来 它跟外卖有什么区别 它只不过是放在了不同的容器 更大的容器里 更大的容器里 观感 看起来比这种塑料盒子漂亮一点 不是 那你觉得厨师做出来 他装在盘子里 端到你在餐厅的餐桌上 和他装到盒里送到你家的区别是 区别是 就这种就不热了吧 是吧成了 我觉得就是热的不够热 冷的不够冷 这就是外卖的最大的问题 温度 实际上很多的食物是靠那个热乎劲 是吧 而且很多仪式感也是靠那个热乎劲 那你一吃了一烫了就好 就是这个过程就像睡起嗨对吧 还行 就是把整个口腔唤醒 还行 但现在其实外卖服务特别好 就是你要那个 你就比如说热这个事 它那个面就分开装吧 一盒是面一盒是汤 然后汤上它会提醒你的 就是你送到你家 你微博壶加热一下 然后你再把面倒进去 就是热 而且说到这个面 对 我是外卖从来不点面的人 我会点米粉 但是不点面 大家都会觉得面是一种 特别不适合外卖的东西 那其实呢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小实验 我们大家都能看到自己面前有两碗面 这个是一个蘸蒜汁是吧 一个汤拌 我们都可以用汤拌 这两碗面都是在半个小时之前煮出来的 半个小时时间以上煮出来的 然后大家可以尝一尝它们有什么不同 就直接这样光吃是吗 对 抱着科学严谨的态度 也可以 这我们准备了汤 你看你们科学家做实验 怎么比我们吃外卖的还要惨 就直接给一碗那个半小时前煮个光面 这个哪个是蘸蒜 我们都可以倒汤吧 可以加水 大家来倒点汤 就是加点汤 然后我们实验的目的是 对比它这两碗的口感是吗 我就蘸蒜了 有一种幼儿园嗷嗷待哺 给老师尝罐的感觉 因为我太少时间不吃碳水 我纯吃这个碳水我都觉得很好吃 纯吃面已经觉得很香 活得太惨了 一般的就这样 好好吃 我也是 我决定借碳水的时候 突然发现我们家楼下有好几个面包店 对 这根面吃得太好吃 每次不过的时候那个香气 这是人的一种逆反心理 我有这下定决心不吃大肠吗 看见什么店有肥肠呢 我都特别想吃 我觉得 这碗 好像筋道一些 盘子里的这碗吗 这碗更筋道一些是吧 盘子里的好像是筋道一些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处理方法 这两碗面是几乎同时煮出来出锅的 然后一碗面是过了凉水 另外一碗面没有过凉水 这就是过水面 你可以看看你碗底下应该写了字 对 大家更喜欢那碗 所谓更筋道的应该是过水面 这叫锅条 对 它是这样的 就是这里边涉及到淀粉的糊化原理 就是淀粉在平时普通的肠温下 它是不太会产生糊化效果的 就不会吸水溶胀 有轻微的吸水溶胀 但是不会发生很多 那在53度左右的时候 这个淀粉开始吸水溶胀 然后慢慢的这个淀粉特粒就瓦解 然后变成了糊状 随着温度的上升 它的糊化速度会更快 所以这个过水的面 当你从锅里挑出来之后 一下过凉水 让它的温度迅速降低 降到53度以下 它就停止了这个糊化反应 没听懂 就意思就是最后那一下凉水拔完 它就不糊了 它就不妥了 就是面 你不理它 它就嘚瑟 在它最烫的时候 你就动它 收拾它一下 你一动它它就不嘚瑟了 跟对待男朋友的方法 是一毛一样的 是吧 最嘚瑟的时候 确实很立正 它都不粘连 那应该我吃的外卖送的面 应该比较讲究 它也是一种处理过的 对 那个四川凉面的方法是 除了降温之外 还给它过一点油 对 这就不妥了 因为刚才这一碗 刚刚拎起来的时候 它还是有点磨 对 你用油 在它表面形成了一层油膜 它就会互相沾连在一起 要今天这一期 我们俩的主要任务 是多跟程老师说说 我们年轻人 为什么离开外卖不能活 我也是一个年轻人 你是科学家 你科学家 你吃外卖吗 我也吃外卖 你们不是都是每天那种 就是小秤 然后称好了几颗蔬菜 几颗盐 它有刻板印象 这属于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 那你们行 你这是对神经病的刻板 还有科学家 科学家也是要活下来的 科学家也吃完卖 那当然会吃完卖 美食家吃不吃完卖 极少 我是能走路 就稍微走两步 那我问你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鹏 现在旁边只有那一个餐厅 然后它是平均水平以下 就是那个非常不好吃的 你可能从这走过去吃完饭 要三十分钟 然后同时你可以 就提前三十分钟下单 有一个比较好吃的外卖 会送到棚里来 即使是刚刚出图的厨师 来做一个餐厅 他也有他自己稍微拿手一点的饭菜 否则他早就关门了 不太可能 就是你 啥都不行 不太可能 对 陈老师给交一招 就是江湖上盛传 这个我从小就听说过的 就是有一位老师 是点菜 能把那个菜单上 所有难吃的都点到 您是能精准的发现 这个餐厅哪个菜 都是受了很多苦 实际上是吃过那个不好吃的 就会规避他 也是得量 对 而且他这个过程有点像探险 这个他也做不好 这个他也做不好 有时候我甚至还会去多两句嘴 你这个稍微 怎么处理一下 处理一下 你这个面过个水 对 比如说过个水 稍微换一个醋的牌子 可能这个东西就会好吃一些 您是能吃出那个醋 就是各种 陈醋和香醋还是能吃出来 你可以吗 我呢 陈醋和香醋 可以啊 可以吗 来一个陈醋 来个香醋 一个陈醋 一个香醋 现场错 因为他说那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虚 有点虚 刚刚在休息间 陈老师已经对我讽刺过了 就是我们这种口味 内蒙人 就算吃东西 算西北口味的人 其实就美食 反正我个人也不是说所有人 反正我个人对美食不是特别讲究 不是很挑剔 不是很挑剔 他的平均味蕾数是我们大家的一半 对 口味比较糙 那量上来就好 量电到质电 所以口高下不来 对吧 只要吃过好的 你就知道这个不行 多跟陈老师一起吃饭 但我就是挺奇怪的 就是我还是那种就是吃 我觉得吃好的吧 就是觉得累 就是浪费时间 一般来说 在我印象中好吃的东西 它都比较耗食 然后比较耗精神 就是因为你要去嘛 你要特意特意去 然后你又要坐着 还得争金为座 因为周围又都是说 摆在 还得那样 还得吃 我就觉得不知道 也有小馆子 大家出来了 对 小馆子 在那里传统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 为什么我比较爱吃外卖 就省去了很多社交的压力 繁文主节就没有了 省去了很多时间 你主要是怕见人 你拿筷子点点 我说我公司的同事 我也跟他说过 我说 你为什么老吃外卖呢 他就说 我有时间我要挣钱呀 是啊 你认真的吗大厨 我认真的呀 这是俩酱油 是吗 真的假的 你真是 大人都傻笑了 酱油 酱我再指不出来 我就是被人 正常人的十分 上来你跟我玩就闹不上了 可以 好 祝福淡总 但是我们节目分清了酱油和醋 真不错 喝一口水 缓一缓 我对你的印象已经感官了 这太瞧不起人了 我这被雷 我得退化成什么样 好了 高品质的风味原因信任 本节目拥有一种信任 叫佳乐福的安心食品领导者佳乐福 赞助国出 感谢佳乐福 感谢淡总 赵雷 陈老师是吃过大江南北好吃的 今天对你期待值是蛮高的 好呀 做什么给我们今天 我能先暂时保密吗 先保密 所以我今天应该是给你们做 三种不同的料理出来 做三个 我们这是一期非常赶时间的节目 对 但我三个都非常速度 非常快 对 所以这个是学起来了我们在家 是能治我们懒癌的菜吗 当然可以 这些都是非常快 酱油和醋别放错了 放错了就尴尬了 洗一下很开心 是吧 就是淡淡你说你平常在家 点外卖的频率大概有多高吧 我只要在家 基本这一天肯定至少有一顿是外卖 另一顿是吃剩的外卖 一天点一顿好 要么就是昨天的外卖 他发微博 他的那个小桌子 他工作用的桌子是在床上的 是那种矮的 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高尔松以前就是这样 高尔松以前是个瘦瘦瘦的青年 他就是喜欢看美剧 然后用小桌子上面摆的是可乐 薯片 飞宅快乐套餐 我冬天 飞宅套餐 对对对 我冬天就那样 但夏天就不回 现在抢救都抢救虎贵了 小车就是入床 对对对 有人跟我说过 所以我其实也会调整 我尽量平躺 我现在躺 我现在躺得很健康 我不会那样斜躺 我就尽量平躺 保持自己骨骼的健康完整 那你吃外卖的时候 会有那种很自怜的情绪吗 说我好惨 我今天有吃外卖 没有我真的没有 我以前发过一个微博 我就说世界上 就是有一种人觉得吃方便面很幸福 有一种人觉得吃方便面很惨 世界上有这么两种人 我就是觉得吃方便面很幸福 我就是那种人 但是你不吃开水的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很幸福 所以我不能吃 你打扰一下 这个第一个给你们的开胃小菜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我做的蒜香扇贝 如果大家对西班牙的料理有了解的话 应该知道西班牙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小吃 叫西班牙蒜油虾 然后我这个是根据那个做了一个改变 然后用的是扇贝 对 其实做起来很快的 就是可能连五分钟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外卖带给我 就是大家觉得不够好吃的一点 其实刚才我们试过了 其实通过一些方法可以让外卖这些东西变得好吃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点 之前我也跟一个厨师聊 这个厨师坚持不做外卖 就是坚持在店里做自己的东西 但是他说其实他也认同外卖带来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我想吃不同店里的东西 我可以在一餐里 我就这么点 对吧 我吃外卖可丰盛 不是那么惨 要不然说一天就点一顿的 吃不完 我跟你说我不算什么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王建国 他点外卖很到什么程度 我都吓着了 有一次去他家吃饭 说你等会儿我点个生蚝马上就到 哇 我说生蚝能耐着吗 他说你等什么 来了一个大哥拿那个箱子抬进来 打开全是冰包着生蚝 好刀掏出来线开 线开 我也吃过 我在张发塞家吃过 听问我说现在还能这么送 金枪鱼都可以 对他说可以这么送 都可以 而且那个温度基本上合适 对啊 但是其实他家的温度不合适 你明白吧 就是日餐厅它的室温和食物的温度 不是只讲食物温度 跟食物温度 它其实跟空气湿度温度都会做一个调整 包括音乐给营造这个氛围 那你说我要是下次去日餐厅 我就掏出个小扇子开始扇 他们会不会觉得我特别讨厌 随身下次吃好的肉可以试试 随身掏出一个晕箱过放大海的声音 蒙山它的金枪鱼 让你控制 你们不能光吃这个 然后加一个玉米片 我说不 我没那么严格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么吃 就这样的口感的碰撞 没那么严格 但这么吃是挺好吃的 这个不是玉米片的 这你们应该是配着那个旁边 我做的是一个炸的鱼炖皮 港式的鱼炖皮 所以你应该把那个扇贝 放在那个鱼炖皮上面一起吃 这样会给你增加一个不同的口感的扇 特别像排餐 对 我吃了我吃了我吃了 他们之前做了一个调查 说全国排洗碗最多的前三名城市的男的 你猜前三名是哪里 上海 上海男的是最爱洗碗的 淡淡 上海男孩爱做饭 那像我们这种完全不做饭的人 你能想得起来 是什么时候外卖走进了自己生活的 我能 我是 就是我刚工作的时候 2002还是2003 但其实很早就有外卖 只不过那会儿是电话外卖 一直都有电话外卖 电话外卖是单店是吧 店里出个送餐电话 对一直都有 就是他们会发传单之类的东西 或者是在店门口有什么 我第一份工作是那种 就是那种 所谓什么CBD那种写字楼里 就每个公司它都会黄塞 公司前台就一打 今天想吃 就拿一张宣传单 还带游会卷 对 就是游会卷那种 写字楼里就好多这种 就是那会儿就开始吃外卖了 嗯 后来就更方便 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 大概我上中学的时候 看过一个片子叫《网虫日记》 然后那里边就是描述一个程序员 他做了一个挑战 我能不能一周在家里待着不出门 满足了所有生活需求 包括订餐啊之类之类 好像是英达导演的 这个世纪初有很多这样的实验 对 当时感觉哇好前卫啊 这都能做 但是现在这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生活 对 我进剧组是比较早 就是开始就是这种盒饭 嗯 就老吃 后来就是它的更新非常快 就很快这家做完了以后 另外一家肯定会比这家好 嗯 还便宜吗 对 我们就会叫第二家叫豪华盒 哦 就是第一家叫盒饭嘛 第二家叫豪华盒 因为它有个蛋块汤 以前是时间长速度慢 现在是大家都要求一个速度快 我觉得物流的这种发达程度 也是跟外卖兴起有特别大的关系 以前的那种物流就是挑着扁的 游街串巷叫卖的那种小贩 干干面的那种 对 就是卖包子 巷上你经常听见卖包子嘛 就从巷口开始叫 叫到巷子里 沙锅舟都有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种可能也算是物流的发展 对对对对 你骑个三轮车豆腐脑嘛 对对对 两桶就在那里胡同 那你三轮车已经很高级了 以前就是担子 我80年代的时候去南京 我觉得南京是个特别可爱的城市 我住在同学家二楼 有卖就是喊着鸭血粉丝汤 哇 然后说想吃吗 我说想吃我们下去 打开窗户 拿一个篮子 一根绳子 掉下去 压多少钱 反正很便宜的钱 压一块石头 下去 然后他做好了 拎上来就直接吃 现在也有这样的 人家说叫外卖的话 给那个商家备注是 一定要鬼鬼祟祟的来 不能按门铃 我爸听见我吃宵夜会打我 然后你走到第九栋和第十栋之间 倒数第五个空调下面有根绳 你把外费给我拎上来 给你们第二道 算是一个饮品 或者说是甜品都可以 四目雪 哇 因为刚才你们吃了这个扇贝 比较热嘛 然后我给你们降点温 然后做了一个是牛油果 青苹果 还有黄瓜做的一个四目雪 上面还撒了一些 这是第二道 对这是给你们点 还有一道 还有一道就是 其实是咱们真正的主题了 能透露了吗 来这儿 跟海鲜米饭还有泡菜有关 这素食这么复杂 赶时间呢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应该很快的 对 待会我做了你们就知道了 好谢谢 这个里面是有酸奶吗 张勒 对里面有酸奶 好吃 好清爽啊好吃 那您觉得外卖这件事情 到底是提升了生活质量 还是降低了生活质量 我肯定不是一个跟科学唱反调的人 或者跟社会进步唱反调的人 我知道这个东西 而且外卖会越做越好 会现在分的格子会越来越多 先倒什么后倒什么 配比都不一样 会越来越体贴 但是我是一个很古板的人 我是一个拒绝时代前进的人 我希望 因为过去能够享受到那些东西 现在享受起来 反倒是越来越难了 哪些东西 手的温度 就是它可能不是人来做的 我外卖的时候 你说的是这个 我脑补不到的画面是有人 你一边吃饭 他一边牵着你的手 没有 我喜欢的 比如说我喜欢的餐厅 可能厨师还会摔摔脸子 这个 快点快点快点 所以其实是两件事 陈老师 陈老师就是风味 可能我们就是实验室 我觉得陈老师还有一种感情的连接 对 风味这个词很好 都说尽了 就是这些东西 就叫风味吧 所以陈老师怀念的是 你在一个有时间去吃饭的环境下 然后大厨亲手帮你做出来的 然后热气腾腾的 从厨房到你餐桌 温度没有 我相信大家也会 有一天会有这个逆反 就是实际上 在国外的快餐 越来越快的时候 你意大利的一个小镇 一个小镇发起了一个叫慢食运动 那全球这么多人能够去响应 我觉得这就是讲究生活品质 不要因为 时代发展的太快 丢失掉我们的优雅 很好很好 给你一张机票去法国 参加慢食运动 你喜欢吗 我不喜欢 但是是这样 就是我内心 我是渴望成为陈老师 成为黄伟老师 这种人 我觉得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好 他们这一生啊 密度啊什么的比我强 就是他们吃到的东西 他能感受到的 因为我觉得人离开以后 你能带走的只有感觉嘛 你这一生收获的东西 其实只有感觉啊 什么都给不下 但我就说服不了自己 我很渴望变成这样 但是我真的不愿意 说服不了自己从床上起来 就这么说吧 外卖是一个权宜之计 但是呢 它会是一个越来越好的权宜之计 对 但你在不需要权宜的时候呢 你还是好好吃的东西 就这么个事 我之前做测评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单季很红的单品 拿过来看数据 去年食品这个品类 卖的最好的是自热小火锅 这个算不算是一个禁锁 我吃过一次 那个自热小火锅我真是不能接受 但是这是满足了 你对温度的要求呀 你放一杯凉水进去 它把我吓得 我一开始是还没盖上去 我水下去了 自热小火锅真的是荒唐透的 我觉得那个是特别荒唐的一个 那它是第一名 它有道理的 有很多人觉得喜欢这个东西 自热小火锅 我真是宁可吃方便面 这种食品都特别荒唐 不是 但是它作为方便面来讲 你吃到这么大的重量 你听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我吃方便食品 我就是要吃方便食品 我如果想吃青椒炒肉 我就吃青椒炒肉不行吗 我吃方便食品 我吃方便就吃方便面 我想吃火锅 我就吃个火锅 所以我就觉得你既然是有点追求 你就学人家陈老师嘛 你就继续追求 我赶稿子的时候 也一天三顿汉堡包也没有问题 这就是生活方式的选择 我选择的可能是 我有这个愿望 我更多的是通过食物去了解一个地方 那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淡淡今天这一集听完了想起床了 我是我 其实这个我的人生观转变已经 不是人生 没那么夸张吧 就是我这个就是美食观吧 美食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逼迫自己 包括了上风味实验室 实际来这真的是想 因为我发现一个事 就是人生其实挺长的 我真的发现了一件事 我今年还没到三十 但我觉得我会的东西 还有我以前爱的东西 都差不多了 就 我再这样下去 我不知道该玩啥了 就是我 然后就开始从吃做起来 就是你得找点事做嘛 就是这个门槛比较低 找点事做 美食家和摄影家的门槛最低 对 那么多 拿起来先操练 手机摄影师 对 得先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时间 想办法消耗嘛 用一个好一点的方式嘛 吃东西肯定是一种 比较舒服的方式 但是我们这一代 会不会是被这个快餐文化 冲击比较厉害的 你自己会有感觉吗 还无所谓的 其实每一代都被每一代的 奇怪的文化冲击 人类就是这么进步的 就冲呗 就站在风口浪间 赵雷我们的饭好了 拿上 要不要我帮你端 可以啊 这样传送带还要一个时间 我们速度就更快 今天这个饭是个什么风格的饭啊 为什么盖上来还红红绿绿的 这个是一个 我们管它叫夏威夷冲浪碗 所以我刚才说了 它是跟米饭跟泡菜 还有跟海鲜有关 冲浪的时候才能吃吗 嗯 一边冲浪的时候 对啊 站在旁边上 上网冲浪的时候可以吃啊 哦 压浪花的时候都可以吃 老厉 估计上网冲浪是什么都 很久远的一个词 对 谢谢 好好看 刘无亲 好看 小心 是不是烫啊 来可以开始冲浪了 朋友们 冲浪完 哇 来 谢谢 你没给自己留一碗啊 我刚才已经吃了 其实你可以吃这碗 因为我吃有点浪费 你把面上的鱼吃了 你给我一个干净的勺 我剥出来一点 可以啊 别浪费了 前面又强调说是夏威夷 它到底应该算哪里的 对 其实这个饭 我们姑且管它叫饭 谢谢 就是这个饭它起源于夏威夷 然后你看上面它有一些鱼生 就是我今天用三文鱼 有日本的 对 它其实起源于日本的一些游客 当时他们去夏威夷去冲浪 夏威夷超级日本的饭 这个样子 对 所以它的英文叫Poke Ball 有点难看的 所以Poke 没关系 Poke means 它的意思就是说 在夏威夷当地的意思就是说 小碎块的意思 所以你看上面有放的食材 基本上以小碎粒为主 嗯 好吃好吃 好吃 然后 日本海鲜饭的 嗯 嗯 对 它们之前本来应该是用的是寿司的米 就是我们知道寿司米它里面会放一些醋 还有那个味淋 但是我 因为我放了泡菜 因为我泡菜里面也会有醋 还有糖 所以我就用它代替了这个寿司米 然后用普通的那个白米饭做的米打底 单做这一个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15分钟吧 就是你只要把牛油果跟三文鱼切了丁 毛豆焯一下 对啊 因为三文鱼已经是新鲜的 毛豆也都是焯水一下就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把米饭同时焖上 对 米饭要提前焖 这是我在眼眸室吃的最多的一次 嗯 好吃 好好吃 嗯 这个懒癌患者是不是有救星了 淡淡回家会试这个吗 因为你不吃饭 你可以拌一个三文鱼沙拉 我待会私信给你他们家店的地址 我也在想 他一定会要他家店地址 看自己在不在外送范围内 嗯 赵雷作为你们做饭的人来说 你会更希望客人来店里吃 还是你也不建议把饭送到他家里去 嗯 我觉得如果要是保证最佳口感的话 我觉得还是需要来店里吃 哇 太好吃了 嗯 嗯 上面撒那个 上面撒的一些 西味粉好提味 嗯 西味粉 嗯 就是日本常用的一些调味料 嗯 那个泡浆也好开味 嗯 赵雷这个比大多 比好多我吃过的海鲜饭都好吃 是吗 它丰富 感谢 感谢 以后我给你开个单子 那吃的 你在哪吃的海鲜饭 我看起来了 我要进步我要进化 嗯 我现在还是一个半人 你可以多吃点 你比我上次点瘦了 凌晨三点 鲜心批发市场 已经人生顶沸 水鱼是这里最主要的交易品种 湖北中南部的荆州 长江蜿蜒穿过 坐拥江汉平原 加上丰富的水系 这里是中国淡水水产第一大事 淡水鱼自然是荆州人餐桌的常客 天哪 加油 加低 加低 吃鱼 荆州人有自己的门道 鲜鱼于尾 肌肉结实 细腻又不乏脚头 荆州人看中的正是不同部位的鲜明口感 鱼肚 爽脆中带着焦绿 绵密的鱼籽有美妙的颗粒感 鲤鱼的经巢 当地叫做鱼白 嫩得犹如刚开始融化的奶油 还有一种更小众的荆州鱼传 隐藏在市区的这个小院中 吴大哥的餐厅开了二十多年 做的都是街坊生意 铺面不大 顾客却不少 烤的是自己一道招牌菜 肥大的鲜鱼鱼头 只留下靠近嘴巴的三分之一 今天晚上用的二百多个鱼头 要提前备好 虽然没有专门学过厨 但吴大哥一直是店里唯一的厨师 鱼头下近热 炸到表面刚刚变得金黄 香料和本地辣椒酱炒出香气 再加入一大盆热水 炸好的鱼头还要二次烹热 沸腾的一锅中 汤汁越来越浓郁 各种风味被鱼头悉数纳入麾下 这是吴大哥的招牌菜 鱼唇火锅 又鲜又辣的复合滋味之外 小小一块鱼唇还提供各种口感 鱼嘴滑嫩爽痰 鱼头的鱼脑像是活动 鱼皮柔软又不失筋骨 滋味浓郁的鱼唇火锅 与其说物尽其用 不如说精挑细选 精州 古代楚国的中心 今天长江中游重要的码头 和很多码头城市一样 不少日常食物主打能量充足 快速便捷 扎实地捡水面和骨汤 还要加上各种肉做马子 一大块面饼 加入大量油汁烤到焦脆 也可以添加各种馅料 熬得酥软的豌豆冲入浓汤 再扣进一整碗糯米饭 最过瘾的还是牛杂锅 大昏大油热辣酣畅 好爽的精州人 也许把最精细的一面留给了淡水 距离精州市区五十公里 油菜花刚刚开放 工材侠一家聚在一起 又到了制作鱼糕的时候 草鱼不仅出肉量大 而且肉质细密有弹性 是做鱼糕的首选 做鱼糕是件体力活 手工剁出的鱼肉绒 加入猪肥镖增加动物油脂 鸡蛋清的持水性 是增强鱼胶的天然粘合剂 顺着同一方向搅动 鱼糜开始逐渐上劲 手工搅拌 可以避免机器产生的高温影响肉质 还能凭手擀控制鱼糜的粘稠度 然后还能拌入鱼肉质 暂炒了鱼糕 然后甚至大路上 放在冰箱裡 现在不要留意 热力作用下,猪油溶解,化为无形,蒸汽包裹中,鱼迷颤巍巍地不断张开,越来越蓬松。 龚财侠曾经在上海工作,女儿出生后回到老家。鱼糕正是他曾经惦念的家乡味道。 一家人忙碌一天,鱼糕做好了。 同样是淡水鱼,鱼糕明显受到格外的照顾。 鱼肉脱胎晃骨,变换出如蛋糕一样的身形。 黄色的表皮明亮可人,衬托出鱼肉的白皙通透。 富有弹性的膏体更是妩媚。 清新与风云,在薄薄一片中,融为一体。 和荆州众多豪放的鱼传相比。 小清新的鱼糕最是和蔼可情。 小清新的鱼糕最是和蔼可情。 与各种食材组合用不同方式烹饪 鱼糕凭借柔软的身姿平和的味道撑起荆州人的一方风味 这已经有一种非常痛苦的表情 榴莲算什么 榴莲算什么 因为刚才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张口就开始说大话 跟老师说这闻的不臭啊 他们说有一个特别臭 然后我就凑近这么一闻 就是这个臭腐乳是吧这个叫 因为我很喜欢吃腐乳 就是像这种玫瑰腐乳 就太香 太好吃了 那种腐乳呢 就红的腐乳呢 全国有很多种各地各样的味道 但那个绿色这个腐乳呢 就北京有 而且呢 它叫 北京人管它叫臭豆腐 慈禧太后管它叫青芳 董老师 田田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玉子 玉子 因为它太害羞了 我以为是个女孩子 它是所长 吃货研究所的所长 吃货 而且它是学食品安全 食品工程 对 食品安全 今天这些安不安全呀 玉子 这个东西吃完得死人吧 不会不会 这个北京人吃了几百年 你知道闻完以后 我现在整个鼻腔 一直到眼睛这一块都是臭的 超级刺激的 我们整个棚都是臭的 更不要臭 就这一点吧 那边都是臭的 再接近一点 贴到鼻子上更刺激 一天都弄不掉 而且当时用摄像机 没有记录到我那一瞬间 我到现在鸡皮疙瘩还在这 都能吃臭吗 现场 就大家对臭的概念不懂 就比如说臭豆腐和榴莲 是不是都能吃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家有很多宁波的亲戚 他们在门口就有一口钢 就是臭钢 在钢里面 什么他们喜欢 都往里面扔 什么臭 臭线杆 臭冬瓜 这个线杆之后 还是这个绿芳 青芳臭 是这个臭 青芳是史上 我觉得所有的臭 加在一起成二 孟瑶你拿这两个 我觉得臭线杆更臭 对 我能接受臭豆腐 因为夏天的时候 用那种锅挑 用那个锅挑的面条 拌上臭豆腐汁 董老师你不客气 浇点辣椒油 再浇点花椒油 好吃不行 但是 它是不是挥发性比较强 对 刘花青 但是 哇 拿走拿走 但是 那个臭线杆 太臭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 臭咸菜我OK 对 而且是什么 我在那个宁波绍兴 吃过什么你知道吗 臭线杆 臭冬瓜 每一千张 都能搁在一个饭盒里挣碗 哇 受不住了 是不是三天失去嗅觉 满清十大酷刑就说 对对对 听老师说完的时候 我突然好想把这录菜 对对对 黄老师我求你了 咱们还是朋友吗 哇 你今天是真的走岸 因为老师你是开拓折 就像你对饮食的宽容度 和包容度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就是做饮食节目也好 或者说你琢磨饮食点事也好 你一定要超出超过 超越自己的味道习惯 来讨论这些事情 总的的话 你只是以自己的味道习惯 去讨论饮食的话 那你就是太狭隘了 不是老师 我就代表那个狭隘的人 你只好批评我 然后观众就可以产生不明 我不要批评 我喜欢你还喜欢不过来的 很多时候好多人吃不了臭 因为他接受不了这个口感 我之前看过很多 不是吧 是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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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味道之外 很多人不愿意尝试 比如说榴莲 我之前看过很多外国人拍的视频 他们吃榴莲的时候 会觉得本来就一呕 他主要是因为这个口感 他受不了 不要这样 把那个臭咸菜拿走 那榴莲还真的很好吃啊 榴莲我OK 没有问题 不是 这老在外面就划过的那个玩意 拿走 青芳拿走 就是榴莲呢 它还有果香在里面 榴莲很香 对 它本身有果香 其实任何这种臭的东西 你要吃到嘴里以后你会琢磨 它都有一种香味跟鲜味 对 鲜味 其实这也是有这么多臭味食品出现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榴莲太美妙了 好像是好像突然到了某一个年纪你觉得 这个东西还可以啊 所以饮食跟文化是密切相关的 当我们 其实我们在吃辣 就是很多不是市辣地区的人吃辣 就是小孩子即使在四川湖南 他从小也是不吃辣的 对 他慢慢长大以后 他文化的那种侵染 让他对那种他不能接受的东西开始有了一种接受 而且慢慢喜欢 臭 辣 凡是给人带来不愉快感觉的东西 都会有这种冲突 但是文化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好味道的 有意思的 他去尝试的 那就是说你尝试多了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地喜欢他 适应他 你先从适应他到接受他 然后再到喜欢他 刚才董老师说到了两个味道 一个是臭 一个是辣 这两个味道其实都不是味觉 对 臭味是嗅觉 辣味是一种痛觉 对 就是他们都不是嗅觉 我们正好今天准备了一个小实验 然后给大家准备了眼罩和一个笔夹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让大家尝尝 当你捏住鼻子不看的时候 你能不能知道它是臭豆腐 它有没有这个臭味在 这个就这么夹上吗 就夹上就行 好吧 我先夹上 这是游泳运动员的夹子吗 对 游泳运动员的笔夹 我现在说话是这个样子的 那董老师您配合我一下 我配合你 您把眼罩戴上 好 我现在手里有两种食物 一种是轻房 一种是红房 随机拿一种服辱 然后让董老师尝一下 看董老师能不能分辨出来 这是臭豆丸的姜豆 好不好 来 您正嘴 有点咸 给的真多呀 你这这么大一块 有点咸 您能说这是哪种豆腐 哦 她今天不知道 这么难吗 这么神奇 来 我给您换另外一种 天哪 你少来点 你少来点 一会儿后来吧 这是酱豆腐 这是酱豆腐 您确定吗 您确定吗 再来第二种 当然是您确定吗 Oh my God 来 这种我再给您尝一下 就同样一种啊 我给您少来点 您尝一下 你看看你就已经泄密了吧 第二种是臭豆腐 第二种是臭豆腐 对 臭豆腐比较比酱豆腐咸 我不是从味道上分别的 我说是吧 这是个咸蛋的时候分别的 董老师 那眼罩可以摘了 对 你的眼罩可以摘了 问问您那个实验的感受 我就跟你讲 就是你捏上鼻子是没有味道的 哦 怎么这么臭 你别说话 对 董老师你别说话 你捏到鼻子上 你把鼻子捏紧了 你是没有味道的 不 董老师 你现在说话的口气特别重 那没关系 好大口 天天要赶紧吃一个臭豆腐 这样跟老师对话 口气才能平等 哎呀 别对着我说话了 哈哈哈 所以桌面上最恐怖的 其实就是那个情方 其他的那个味道飘吧 我还能接受 就是偶尔每次说话 说一句 哎 怎么突然之间 来了一股那个味道 好了 我看了 我现在跟董老师说话 得捏着鼻子说话 比如是这样的味道 对 就是它特别飘 第二种是臭豆腐 第二种是臭豆腐 对 感觉吃了两回是咸的 就是我是从咸淡的感觉上的 并不是从味道上 因为你根本没有味道感觉 嗯 捏着鼻子以后 当你把鼻夹摘掉以后 其实是有往上反味了 对吧 现在是就有了臭味 臭豆腐是吧 今天我们是一期 特别有味道的节目 高品质的风味 源于信任 本节目又有一种信任 叫佳乐福 安心视频领导者佳乐福 赞助播出 感谢佳乐福 董老师 你再吃的话 我就得跟洪欣换位置 我去那儿做菜 我怎么得 你太没有牺牲精神了 我这边不会比较好受 今天问一下洪欣 那我们今天是很刺激的一期 你的菜跟不跟得上我们 追求刺激的脚步 我刚原本做的是臭鲑鱼豆腐堡 挺好 对 后来我发觉你们口味其实挺重的 所以赶紧 这个小菜上面拿个青芳 还有咱们的臭心菜 所以你是要把臭鲑鱼 臭豆腐 还有那个县菜 全部臭县菜做在一起 原本想来个双臭就好 这次来个四喜临闻好了 我觉得可以 可以吧 老师说可以 那个洋洲菜里有一个臭大圆烧鲑鱼 我觉得好吃的不得了 但是这好吃 这是真的好吃 我们今天的那个臭鲑鱼 是灰派的还是香派的 这个是灰派的 对 灰派的臭鲑鱼 是淡盐水轻发酵 它跟香菜的臭鲑鱼 对于用臭鲑那种 浸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味道感觉上和口感上 我更喜欢灰派的臭鲑鱼 但是田田 我们要一臭同仁 一臭同仁 对 你不能有那什么 我们一臭万年 也可以 我们臭味相投 我们臭味相投 对 我觉得这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说 我喜欢榴莲 我喜欢那种蓝纹起司 我喜欢什么臭豆腐 包括上海的臭豆腐 湖南湖北的臭豆腐 但我一定要喜欢北京的臭鲑鱼 这才对 一定要喜欢 这个东西还没有来泉 北京还有一个东西 让我匪夷所思的 什么呢 就昏过去 豆汁 那个豆汁 对 那点有点臭 其实我们这上 还有差一些什么酸笋 对吧 酸笋 酸笋 我能接受 酸笋 我能接受 酸笋 不能接受 多好吃啊 它很矛盾的你知道吗 还有那些沿海地区 就是做那些臭虾酱啊 臭油烂虾那个酱 包括有一些 黄尼罗也是臭的嘛 黄尼罗好好吃的咯 对对对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所以我什么都能吃 你知道吗 我不是分别心 是因为从小不吃 不习惯 你乍一来 今天我第一次闻到了青芳 说不定下一次 我觉得青芳就特别好闻 对 就是 你们从小吃的 那个臭的东西是什么 就你印象里面 最早吃的臭 除了臭就臭豆腐 臭豆腐 就是臭豆腐 上海人吃臭豆腐 没有那么臭 没有那么臭 江浙一带的臭豆腐 是黄颜色的 对对对 打热黄颜色 像湖南湖北 很黑色的 是黑色的 这个的 这个你喜欢吗 我喜欢 包括安徽的那种臭豆腐 长毛那种臭豆腐 对对对 这是臭卤烟 那是发酵 这是两个概念 不一样的 云南臭豆腐也好吃 云南臭豆腐也好吃 对啊 就烤出来 然后它加大味道的是什么 是那个香菜跟捷耳根 好多人觉得那个东西太臭 就是蘸那个筋 建水豆腐在发酵过程当中 它就自然会产生一种臭味 对对 好吃好吃好吃 全国的这个臭豆腐版图 都什么地方吃臭豆腐 我最喜欢吃本地的 我觉得现在全国都吃臭豆腐 小吃街 但是重点地区呢 是江浙一派 湖南两湖一派 连带着江西这些地方 黑黄之站吧 对 黑黄之站 黑黄之站 这到底是黑色的臭豆腐好吃 还是黄色的臭豆腐好吃 大家有不同的争点 而有人觉得越臭 闻闻臭吃吃香 有的是闻闻还行 但吃上面 确实口感 回味是有臭味的 我们平时碰到的 大多数臭味 它都是来自于硫化物 硫化 硫化 硫化硫 所以刚才董老师说甜甜 说那个 你不要区别对待 其实是对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味 都是这个味 就是很轻重的 臭鸡蛋 一个是轻重的问题 就是它里边有不同的化合物 可能比如说蓝温奶酪里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榴莲里 其实它也有 也有硫化物 硫化青一类的东西 但是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这些会中和它的味道 包括它含量的多少 也会让这个臭味的浓淡不一样 你说你们这些理工男 怎么让人讨厌呢 都不就跟我们讲道理 所以一定要把道理讲明白吗 你得知道它 我们女孩有的时候不讲道理 就是不爱吃 但是甜甜说的那一件事情 我挺赞成的 就是说吃臭这个事情 是一个就是追求刺激 因为之前就有一个心理学家 他研究 你说人为什么爱吃这种 有刺激性的这个味道 这个是叫做有限的风险 就跟你坐了那个过山车 或者是你偷偷吃 然后没有被老师发现 妈妈没有骂你的那种 你是会突然之间受到惊吓 然后大脑就开始分泌 一个天然的阵痛剂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过了之后 你觉得哇我好远啊 对 它是不是一个刺激性的反应 所以我们才爱吃臭 也不一定 因为爱吃臭很大一部分原因 来自于我们文化上的一部分东西 是 就比如说北京的这个臭豆腐 北京 王志和 王志和的这个臭豆腐 其实王志和这个人 他是安徽人 他是一个安徽人 然后他把臭豆腐带到了北京 在北京人民就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才把它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跟喜欢吃臭这个东西 他跟文化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那中国人是不是最能吃臭的 也不一定吧 一定是 他是这样 我觉得哈 就是从原理来讲 我们遇到我 我不能这样说 对不对啊 动物蛋白发酵 一定是比植物蛋白发酵更臭 更臭 对 一定是这样 但是 你看见没有 中国人的这种臭味食物 多数是植物蛋白 包括你就是臭豆腐也好 也是大豆蛋白 对吧 植物蛋白 中国很少有动物蛋白发酵的 那就是 臭桂鱼 其他的很少 但是西方 我上次在宁波吃到的那个 就是生烟的那个血汗 差点死了 就掰开的瞬间 臭的简直生无可恋 真的是 它本来那个颜色 就是掰开了以后 是带血水那个红红的 然后烟完了之后 是那个黏黏的 灰灰的 就是刚才前天说 用那个臭卤缸 就崩溃了 但是我觉得臭这个东西 主要跟它的 包括它的浓度 这些东西有关 对 比如说我们吃了这个 这个臭豆腐 这个臭豆腐 然后它特别臭 之前特别好玩的一件事 是一二年的时候 有一个网友给我们 带来了一个 那个鲑鱼罐头 瑞典的鲑鱼罐头 然后当时鲑鱼罐头 大家没有什么认知 我们从网上搜 说各种都是 这个东西臭 臭的不行 我也是 我对你说什么 当时我们整个人 就是因为查了 并没有打开这个东西 不知道它有多臭 全副武装 然后把自己武装成 一个雨衣 屠夫一样 穿着雨衣 戴着防毒面具 戴着轰木镜 然后清空了一个办公室 然后打开 然后结果打开以后 觉得哇 有点失望 我觉得它没有臭豆腐 是吗 不过如此 不过如此 然后吃起来 就是其实是有一种 生理上的反感 因为它是烟鱼的那种 就是臭的 发酵的那种鱼的东西 它吃起来口感 特别恶心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 为什么喜欢吃臭 但是中国人对味道的追求 特别甜蜜 它一定要这个东西有味 但是臭味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但是为什么还要吃臭呢 但是所有吃过臭的人 大家都知道 臭中有鲜 我们所有吃的菜这个 都有那个鲜味 咱们吃那个 上海那个臭豆腐炸完以后 雨边也去 对 对 对 就是臭中逐鲜 首先是中国人对臭菜的追求的一种 为什么会鲜呢 就是因为它蛋白质发酵的过程中 微生物会把这些蛋白质分解 然后分解成小分子 氨基酸之类的东西 然后它同时就是会发生一种臭味的气味 但是它其实吃起来会非常非常鲜 对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 对这是其一 第二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爱吃臭 其实我是觉得北方吃臭的少 这个王氏和的这个臭豆腐是在这个几百年前 它带过来的 就是再往前以前 就是在北方内地吃臭的东西比较少 为什么在南方多 但是南方呢 基本都是北方迁过去的 所谓叫客家或者怎么样 这样的话在迁徙过程当中呢 想找到食物 常找到食物是很难的 它所有带的东西就是变臭了 它也舍不得扔 因为在找很难 那它不扔扔 它一吃 还行 还挺香的 它不管是臭 它还有 很妙不可言 还好妙不可言 可是这到底不综合症呢 对 对 所以呢就是说 这样呢就是说那种 你看绍兴菜里 绍兴是富足地区 是吧 在历史上就是富足地区 绍兴菜里有很多煤 肝 臭 肥肝 对呀 就是它那种发酵质别 它其实是一种艰苦生活当中 对食物的那种保留和渴望 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一类食物 而这类食物又被中国人从中发现了它的鲜味 而成为一种饮食的口味习惯流下来了 大家觉得对臭这个概念上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啊 我们就是大蒜这个算不算臭的呢 蒜臭是另外一种臭 蒜其实是这样 就是它存在一种东西叫酸胺酸 然后它跟酶产生了作用 然后产生了酸素 这个东西才会让你产生辛辣的感觉 然后会挥发一些柳化的物质让你觉得可能臭 但是蒜这个东西我们平时不觉得就是 它没有被吃到之前 它细胞没破之前 你不觉得它臭 对对对 然后你吃完了以后 其实你吃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它臭 但是它在口腔里能存在很长很长时间 对 这种问题就来了 我一直被我的绰号就叫做移动的大蒜头 因为吃酸 因为我的外公外婆是山东人嘛 我们比如吃那个饺子的时候必须有生蒜的 对 就是生蒜 就是吃口饺子蘸着那个醋 就是糖醋而且得放 然后再刻一个生蒜 哗哗哗 吃完自己觉得轻轻 失补的欢唱 但是你打一个嗝 好了完蛋 少吃点被打嗝 我就被骂得就是狗血淋头 而且有的时候我一上车 我的好朋友就说你今天是不是中午又吃打蒜了 我就吃了一点点 为什么糖蒜也被你闻到了 因为他们说是就是比如说那个一勺的 一汤匙的那个蒜 如果是打成汁你把它喝下去 它能够那个臭一直臭到16个小时以上 对 尤其是第二天早起起来 你晚上吃了一顿蒜之后 第二天早起来能把自己臭醒 那有没有办法是能够缓解这个臭味的 牛奶吗 对 牛奶是可以 牛奶管用 对 而且你一定要小口小口的喝 让这个牛奶在口腔中充分的停留 然后让它跟口腔里存留的那些酸素去反对 还有一种方法我是怎么样的 我就把蒜煎一煎 然后里面 然后变成熟蒜之后 味道就差很多 另外一个吧 没有那么味道 黄金蒜在家里面有的时候 切成小片 金蒜 金银蒜 然后拌在一起 味道真的是 然后还有日本还有一种黑蒜 哦 黑蒜好好吃 它居然是蒜 我们第一次吃的时候那种软软臭酷的 酸酸甜甜的 就好好吃 糖蒜 哦 糖蒜也很棒 对 糖蒜吃蒜羊肉就知道 所以蒜羊肉必须来点糖蒜 那吃不吃臭这件事情 会成为你们交朋友的一个就是辨别吗 如果你不能跟我吃在一起 如果都长成你这家管他吃什么 吃人我都交 那我就不该听了 刚才有些各种举讯我 说我哪有啊 不能够把臭的冰箱 不是最好吃的人 臭酸鲜都说了 还要摆样啊 你要煮我这个鲜吗 不要 吃臭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 对 不会吧 它是私密 以前DM10路口 西南角排长队 东北角排长队 那是什么 西南角排长队是买栗子的 是买栗子的 你知道吗 东南角排长队是买臭豆腐的 这种现象在湖南湖北大街上 长得那么漂亮的女孩 拖着一个泡沫盒 拿着牙签炸着臭豆腐 红的黑的 我感觉我现在就在那个小吃摊前面 这个味道 锅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用油炸完了臭鲑鱼 我现在觉得连油都是臭鲑鱼味 对 这是肯定的 而且刚就吃臭能不能交那个朋友 我觉得我有一个观点是这样的 一对情侣好不好 就是在于他们吃完之后 还能不能kid 对的 嫌弃你吃蒜的那个人 所以一定要一起吃 一定要一起吃 但是有的时候 你不能强迫别人 就像 你就跟老师说 你今天不行 但我们做朋友都可以说 我下次为了你 我尝试一次没有问题 可是尝试完之后 他还是不能接受的话 我们不能强迫别人 所以我说臭狠私隐的 就是你吃完之后 我觉得大家有礼貌 我们有公哲心会问一下 说今天咱们在同一个环境 当时公共环境 我吃这儿 盈利一抢你 没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是不是老师 但是是这样 就是说 你看在上海的很多餐厅里 那都有炸臭豆腐 不 这是接受的 这边你就得接受 这个菜单上面就有 所以它从这个角度上 它不是一个私密性的东西 包括在长沙武汉的街头 那些人拖着臭豆腐吃 这可不是私密的问题 而且东老师刚刚讲到 那个食物多样性 说这种臭味的食物 算不算是食物界的奇葩 非常重要 你要问臭豆腐本人 你问他 你说你在食物界 你是不是这个奇葩 他说哎呀我怎么能算是奇葩 我这就全世界占比率很高嘛 对不对 这个我们中国的主意 还要替臭豆腐来做回答 对啊臭豆腐告诉我 14亿人都接受 我全世界有多少人 我不能算是奇葩 对吧 我觉得我要替臭豆腐本人 证一下名 你比如说我领导 我们家马老师爱吃臭的 旁边靠近我 说田田她再怎么样 我就说 只能马老师好 老 tinham老师笑 老 Monkey发发 Said 所以这个臭不臭 其实还有一个肚 就是浓郁不浓郁的问题 好 就比如说你在地铁上面 你要吃个韭菜 当然不行 你觉得冲死了 公共肠不让吃东西 现在甚至于活 是这样吧 你吃东西味道都不好 你看日本人 有一个 就是前两天我在 看到一个新闻的照片 就看到一个女孩子 在地铁 高铁上还不知道什么 是日本人 就吃一个 类似像包子一样的东西 她把整个人 罩了一个塑料的套子 套在头上 然后在一个塑料罩子里边 在吃她自己的东西 因为她怕影响到别人 这就是说 就功德性 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笑话 就说有一个人在高铁上 然后她持续闻到 前面人在放屁 然后说哇 就是一阵一阵地飘过来 说我到底要看看 前面那个人是长什么样 怎么放那么多屁 然后转过去看 她在吃一个煮鸡蛋 煮鸡蛋也会发出那种 外清的味道 你觉得不臭的东西 其实别人闻起来也是臭的 对 是这样 就是刚才那个话题 就是你还是要把闻 跟吃区别开来 对 很多人是觉得鸡蛋不好闻 我觉得鸡蛋很好吃 但他们确实说 鸡蛋有个怪味道 是吗 那我还觉得螺蛳粉很好吃 你完全接受不到 对啊 螺蛳粉 之前我公司有一个同事 然后买了一个螺蛳粉的外卖 然后放到公司的微博炉里加热 然后周围的同学都问 哇 谁在炖室 谁在这里不给炖室 超可怕 你自己吃的时候不觉得 因为你感受同时有味觉和嗅觉的刺激 有吃臭的时候就是那个很痛苦的经历吗 没有 一个什么臭突然把你打败了的那种 有 我在绍兴 我跟大董先生 我们去吃饭 完了上了一个蒸三臭 一上来 他那个转桌 三份轻芳的味道 三份轻芳的味道 有电扇你知道吗 一转桌那个臭气一块 电扇是为了保重存桌的弄文件吗 我跟大董先生同时做出一个这个动作 往外推 天哪 我实在受不了 就是它是臭冬瓜臭馅杆跟梅天璋在一起蒸的 哇 天哪 蒸三丑 简直是 那是绍兴人特别喜欢那种食物 那是好吃吗 臭归臭 但是我没吃 我真的没吃 已经不行了是吧 我真的已经不行了 他这匹方 我这蜜桃 就是这个 你就爱吃那个吗 蒸三臭你爱吃 蒸三臭在宁波 真的是非常有名的名菜 非常名菜 你知道 别人可爱吃的 但是你说单独给我上一个那种 他们是炸的臭豆腐 磨一点的红的辣椒酱 你吃我这个能吃 哎呀好好吃 对对对 那个蒸三臭往前一摆 真的把整个把我击倒了 彻底的击倒 喜欢吃就无臭 对对食物总有一个 尝试适应接受 到喜欢的这个过程 而且还是需要 需要有它来丰富一下 你的这个 整个美食的维度 我开始喜欢吃臭是 后来觉得什么吧 就是你要是本来这个东西 就很好吃很香 你把它做好了 有什么好稀奇的 但是如果一个大厨 你把一个很臭的东西 就是闻完了都觉得 哦怎么吃这个味道 但是你一吃觉得 哇你超厉害 你做这个居然那么好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 你知道吗红红鲜 说你呢 正立着呢 我现在要把我们的维度拓宽一下 哈哈哈 那我觉得其他都应该没有问题 就你了 哈哈哈哈 你他今天最大的钉子户 最爱心就是你了 哎我们包容度很大 台度更宽广 对所以说我把这些 你不爱吃的东西加完 如果我们还可以做朋友的话 那我们就是成功了 你还有多久好 好了是吧 是谁是准备的 那上吧 好 来了 太好了啊 就是我弄了那么多期 最期待的一期 哈哈哈哈 而且我看很多电视上美食节目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美食节目 哎呦 我要亲娘 你要来接锅吗 哦 妈呀 我觉得 老实说得对 我得有点维度来 对 我来接个锅接个锅接个锅 哇这是最期待的一个锅 来吧 哎还没接杆呢就这么丑 Ladings and 真的吗 你告诉我里面到底有什么 让我能够心理建设 刚不是说了放了四喜吗 哦 搓鲑鱼 嗯 搓豆腐 青芳 啊 然后还有线菜 啊哦 线菜是你线取线用 直接放进去了 线菜跟青芳是线取线用 我跟你说这个线菜 昨天我们导演组拿到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 想打开咽一下有多臭 打开的瞬间 然后办公室昏了一片 然后全出去洗手了 其实真的抽到极致的时候 是打开先流眼泪 对 哦 对对对对 这时候为什么你的眼睛 一直熬了很久 但是这样子看起来是寒情默默的 其实这个菜呀 如果能找到点酸笋 咳哩文炖的 一定是非常好吃的 what 来吧田田 快斜锅吧 来吧 田田 我的气 就看你了 啊 还可以吗 你放了bro cheese吗 放芝士了吗在里边 没有啊 没有啊 哇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香可以还可以 很浑厚 这个味道哇 直击心 哇 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太刺激了 哎等一下 我要回家 雨子你说的有道理 咱们吃个文的人是两种 我得尝尝看它好不好吃 我必须得尝看它好不好吃 是吧 老实啊 快想着快想着 今天这节目做完之后 我觉得我人生打开一个新天章 嗯 一定是 我必须得接受是吧 咱们好点是个美食爱好者 这个我真没试过 鱼挺好吃的 嗯 但是韩国有一点点辣吧 哦 辣不算辣 完全不辣 你觉得桂鱼怎么样 很好吃啊 其实在煮的过程中 最后勾芡的 我把鱼额外拿出来了 因为怕那个鱼上都是芡汁的味道 它本身臭桂鱼就不错了 当然给点汁更好了 你现在是那个锅比较臭还是这个锅比较臭 现在是那个锅比较臭 哈哈哈 我刚讲了 我割了太多糖了 啊 不觉得 不觉得甜啊 对 你当这一桌不同的地方的人 甜甜上海人嘛 我觉得你点个不甜没有甜味 这啥点甜 因为比起上海菜更甜 嗯 哇 这个好过瘾 只要顾及这个南北饭的超豆腐 我觉得是这样吃的 我觉得没事 这个这个超豆腐已经一点味都没有了 对了 就是这种黑的这种超豆腐 老师 你得尝那个香菇把这味道全吃进去了 不是 等会说我发现了 老贼啊 很贼的 没问题 你要想追求那个臭味 你就吃下去的同时 你深呼吸一下 然后马上那个就冲到这里 我觉得 我觉得 哦 很多臭味它毕竟是挥发型的 它很多一转就跑了 好吃好吃 哇 这个好想要米饭 然后其实日本和韩国有好多臭的东西 哦 是吗 日本有吗 日本也有 他们甚至发酵寿司 对 就有一种寿司是发酵着吃的 吃着啊 糯糯的 天天现在可以跟董老师公平的对话了 我叫洪欣 我 哈哈哈 小布娘 洪欣 洪欣我的建议是您要过来吃一点 不然等一下我们没法聊天 这不是一个公平的场合 好吗 还要遇到礼物 对吧 我刚已经吸一鼻子了 已经感觉很好 这个很好吃 你想逃避我们的臭味 不动物是发酵一下 也也不一点 已经一点不臭 已经吃饭了 里面所有的 比如说香菇也好什么也好 这其实里面可以垫 垫上千张 然后千张试上他所有的味道 或者是老豆腐在那里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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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带你腔了 嗯 这个臭豆腐是带你腔章了 太好吃了 好吃 果然 有鲜味的在里面啊 臭中竹鲜 对 有道理 这是人们吃臭的以后最基本的追求 原来臭臭的香是真的 嗯 其实来到北京也才第一次吃臭 臭豆腐 臭豆腐 然后跟偷鲑鱼 对 所以这一次也算是一个新的尝试 他真的不错耶 不错不错 那我就放心了 嘿 上面锅上面挂的那个白的汁 就是青芳的汁 对 哎呦我的感情味 就是这个像女子说的 她在炖制过程当中 那个臭味的非常滑 好了 就是都被他们人走了 对 咱们吃不大了 我们现在吃的人就觉得啊 我告诉你们说 我们吃的时候特别香 可是你们很苦的 你看那边都趴下了 都崩溃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至于通宵又扯迷 白又如草 雨如谁 今年没雨季提前 雨季总一举连连 农事繁重 何梦林的每一项工作 进展似乎都不太顺利 何梦林要赶忙给一百二十亩猕猴桃减制 对于经济学专业毕业的何梦林来说 这是很大的挑战 还不应该打你打造 哎 你做事帽子都不戴一个蓝啊 哇 那我这个先给你 你这个 青梢打短掉 它还没有达到 与下一颗的中间位置 不应该打掉 还不应该打 拿来做策卖 它明年就会展过的 你打造 因为如果太空了 在父亲的指导下 简直工作在慢慢的开展 一年前 何梦林大学毕业 回村接受了父母托付的产业 我爸他就想把他家里的东西都交给我 农庄啊 吃鸡 然后猕猴桃 我经常会觉得哎呀 好累啊 父亲何金文是贫命三郎 从养殖十万开始创业 他经历了两次生死考验 从学校毕业的时候 甚至还可以捕獲 我们就到山上去捕捉 但是在捕獲的过程中 我们 我发现越来越少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以后来说 就是一个 能够养家的一个能力嘛 宇溪村地处吴夷山北路 是吴府山珍最天缘的自然 万物圆十层 这个手就是被舍咬掉的 坚文虎就是我们图画说的五步手 从咬到到两个多小时以后就开始吐血 真正服药达到了十四个月之久 后来还是人家说的 减肥了一条命吧 因为我造成了残疾 所以更使我想尽办法去 自己认为能够维持生活的一个事情 是网 学名吉封网 是国家尔基尼 是不是一件包不动 生活在清澈的流动山船飞中 以活性的蚯蚓 向飞蛾的困蟲为师 作为沃沃男 神是特有的名贵物种 是目前所有瓦里中 最是风味和营养价值的瓦中 吃火眼里 它是白瓦之王 人工养殖石蛙曾经是世界难题 何金文在三十年间经历过五次重大失败 终于把事赶成了 他好像这个人他赖到兴致来 他不管什么事 他一股经营 只想把他做好 不管做什么事 他只要他想去做 他就想把这个事情给干好 何金文想让女儿继承他的所有 也包括他的体积 喂 何美人 你下雨天为什么虫子 喂下去就死掉的了 如果真的要喂就要喂蚯蚓 你水都没开就走了 你水没开如果是蚝蚓吃 你不就跳羊死亡了吗 是吧 这种小蛙吃反过来好一点 但是它容易发病嘛 何孟玲一心想得到父亲更多的肯定 却终于磨蚓 检查手挖的水啊 这种夏天了很多其他的挖了也没问题 都是要检查的 像这种时候的话就要用蝙蝠来消毒 给他清理伤口不然他就会一直溃然下去 涂了一支蝙蝠它不会好弹 就是如果每次日里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 就每天都要来检查 要去排查的话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石蛙是父亲一辈子的心血 每次出现石蛙死亡 何孟玲都会神神地愧疚 抓死鸡肋 为了更好地销售石蛙 何家农庄的招牌美食自然和石蛙相关 对于培养乡村事业的主人态 何金文对女儿的要求全面而尖刻 今天何孟玲要用石蛙制作两道特色菜 接受父亲的考验 石蛙体大肉多 气能鲜美 炒水后用辣肉油烹炒 加入啤酒 铃鲜增弦 一直煮大概二十分 就会把它里面的蛋白煮出来 汤就会很浓稠 也会很快 起锅前放入十二人 小煮两份即可起锅 第一次同时烹饪两种珍贵的食材 何孟玲手心冒汗 母亲甘作了记全城护驾 让何孟玲踏实不少 杨卫经移山珍的纵情释放 药山石蛙自然是大闲大补 红烧实际它就不用超脆 它只会起锅烧油 相对而言 红烧希望抛开山珍的夹子 喝着酱酸辣椒 以锅爆炒 活色生香 看中的就是口食之鱼 像年轻人的话 就可能会喜欢红烧 爷爷奶奶的话可能喜欢红烧 因为一样家族会高瘾 还是给我带来的一杯惊喜 已经是死了 青春以来的胜与 但是我只能给你八个肚子 因为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永远就是说任何事情没有最好 刚刚不老得吓死我 父亲的恳劲 让何孟玲一年来的挫败感 一骚而哭 来 何孟玲你自己烧的 你自己再尝一下 我还觉得挺好吃的 挺好的 在19年的时候 因为做得太累了 一个人要带着工人做事 我们还有这么多产业 也是我一个人管理 就把身体做垮了 这也是所有村业人的不幸 在上海待了一个月 回到上海老的时候 医生都不会去接受我 我就跟医生说 你放心 我不会有任何事情 我都不会找你 也就 也许我 把这个人生的生死 看得很淡 心态放好了 所有的事情也过来了 做农事方面就是很辛苦 一般很多年轻人 说实话都不太能够接受得了 然后你要耐得下性子 来去做这个事情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 其实玩心还是有一点难 在外面毕竟我要说 想逛逛街 或者说想吃点东西 都比家里方便很多 在家里说实话就什么都没有 我留下来就是觉得爸爸太辛苦了 这样帮他们分担一点 他在前面去为我们冲锋陷阵吧 有这种女儿我觉得还是提醒我 很多人旅游方面 他们都更倾向于说 我去香川走一走去体验一下商业情怀 所以在这方面 像只要有人有客流量来了 在农村就有发展的 就让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我就感觉有 现在是有时间 让我去慢慢去琢磨这个事情 谁的青春不曾遭遇反常 与不顺来回较量 谁的成长不曾经历挫折 想困难反复挑战 有时觉得生活越来越难 可能是离幸福越来越近 那天听父母唠叨不再逆烦 可能是自己正在成长 郭柯在哪呢 这是我们今天大厨 那你给我们做了几种口味的虾呀 今天做四种口味的虾 对有蒜蓉的 有麻辣的 有十三香的 有冰镇的 好像刚好是没有那个片子里面 拍到钱江的那种油闷的 油闷 吃点吧 你看啤酒都给备好了 小龙虾对我来说 好像都已经过季了 我们吃小龙虾的高潮 是在2000年之前 确实是 北京小龙虾最红火的时候 是97年98年99年 鬼街的街头碗号 后来是湖大的 那时候没有虚医小龙虾什么事 我怎么感觉我们接触到鬼街的时候 第一波最火的是烤鱼 然后烤鱼完了是火锅 火锅完了是干锅鸭头 那都是后来的 后面才轮回到小龙虾 你知道罗大佑吗 知道啊 罗大佑在上海的演唱会 那时候很多北京的歌迷去上海 坐火车去上海 看了演唱会 就坐绿皮火车回到北京 然后就在街头碗号 吃小龙虾 那就是20年前的事 那你们嗑小龙虾的那会儿 什么口味是最红火的 油焖的 油焖的 香辣 香辣油焖 麻辣的 最早的做小龙虾的 真正规模做小龙虾 叫烹 先炸后烧的这种方式 也是湖北人 就是后来江苏人民更会宣传 其实我们也吃小龙虾吃得很早 80年代初就吃小龙虾 但是我们当时都是像吃螃蟹一样 没有这种炸烹的方式 就是清蒸 煤煮清蒸 是吧 我们俩的增长地差不多 地缘比较近 江苏是虚仪开始做龙虾 苏北人的虚仪比较多 所以把重口味的十三香 就带到这个地方去做 我第一次去南京 南京就贺称自己做的是最正宗的小龙虾 南京是最下去的 各地都说自己的小龙虾是最正宗的 我回去我们老家的人民就告诉我 千万不要说江苏是正宗的 我们安徽人做得更早 那您去前江的时候 前江说他自己是最正宗的 但是每个地方做的不一样 可能我不知道你吃的哪儿的小龙虾 你最喜欢的 我真没吃过前江苏 我看片的时候 我发现它那个是不是更出味 就是中间的那一块 平壤嘴街盖 要说必须特别鲜 如果你要不鲜的街盖 就没法要了 这小龙虾没法要了 但是我最爱吃的是湖南 湖南的就是只炸放盐 一点别的都没有 紫苏叶 对 那个特别好 碰一下吧 多么难得的聚会 走一个 来 真实 这个应该是聚会标配 小龙虾配啤酒 我记得程老师那会儿说 小龙虾是社交属性最强的食物 现在已经有人花钱给包了 当时选那个拍小龙虾的时候 为什么去的路易三娜 因为那是小龙虾的故乡 小龙虾的原产地是路易三娜 不是咱们湖北这边 我们中国小龙虾二十年代才有 才刚开始营充 这是外来物种 外来物种 很多比如田螺 就大的那个福寿螺 比如说小龙虾 这些都是后来咱们肉食不够的 传到中国来 今天特别开心 请到了老男人饭局的局长跟生活委员 还有我们人类学家 一起客家 这就是聚会的意义 高品质风味源于信任 本节目又有一种信任 叫加勒福的安心 食品领导者加勒福赞助播出 感谢加勒福 我们现在老男人饭局频率聚会 是不是已经比原来低多了 对啊 因为原来我们确实是太多了 所以后来我们痛定思痛 就是看着对方都觉得 怎么又见到面了 是什么那种 那会儿确实是很自责 那时候他就问他说 我先检讨 我说咱们这一个礼拜都吃了五回了 咱是不是今晚上歇会儿 蒙吃了 他马上问晚上哪吃 好嘛又吃一顿 然后到第二天了 刚吃完午饭 我就发了个问号问他 因为这个问号的意思就是 晚上吃嘛 他就回了一个探号 这个探号就是要吃 你们是灵魂伴侣吧 其实是这样的 那个老六是在国课年代 BBS年代 问谈的年代 他就是著名的西斯红冲的 饭局通知的班主 听这个版的名字叫饭局通知 你知道这是多么天才的一个名字 所以我们后来迅速的 我们是挂在西斯红冲的电影这个类别 下面但是迅速的就干过了后窗看电影 对 这是著名的一个论坛 叫后窗看电影 那你们那个小贩局 持续了这么多年 现在六叔点菜的水平有没有提高 没有 这个点菜有夸张的成分 有说他不懂点菜 确实他对吃的要求不是那么高 他主要也不是吃菜的 主要以喝酒为主 吃人 而且我觉得一个小藏口吧 你不能说大家擅长的东西都一样 必须是互补的 所以你看我们在一起吃饭 去哪吃 吃什么 以及结账 他负责就行了 其他人不用再操这个心了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的 我已经不需要具备这种技能 就是点菜或者是什么的 我就吃就行了 他需要他做两件事 一件事是特别有仪式感 大家其实这十几个人 每天都在一起 但是呢 每次并不是开始就吃饭 他会有一个介绍环节 介绍环节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他每次介绍的大家都不一样 不行 我们今天没有 你美食的名义相聚 老陈有点夸张了 我个人认为 我之所以能成为局长 并不是靠这个 其实局长最重要的是 不要说那么多的话 你要让别人多说话 所以我那份 其实我在饭桌上 大伙都认为 你能成为一个饭局的局长 这个人得多能说才行 其实不需要 你学会的是闭嘴 我那份基本上 饭桌上就是几句话就够了 一个就是复原 啤酒 六个 复原 啤酒 再来六个 就是我们六进制 最后只要不断地叫啤酒 觉得不需要再多说了 还有一个会说 就是饭桌上不管聊什么 不管发生了什么 过一点时间我会说一句 不过是一片浮云 你要看这句话特别管用 你甭管只要聊多么 引起你强烈情绪冲动的话题 你最后来一句 不过是一片浮云就想了 每一次举杯的时候 会有规定的铸酒词什么的吗 不过是一片浮云就行 老陈一开始特别奇怪 比如说我们吃到 这个饭局快结束的时候 然后他就从外面回来了 他冒充去接手 等他回来之后 然后他就说 哎呀 在外头碰到了一个大款朋友 他悄悄把咱们的帐给结了 对呀 我就那会儿他老这么 经常碰见大款朋友 这哪那么多大款朋友啊 我就开始怀疑我自己了 我说我的人品怎么差到我 从来就没有大款朋友 后来才知道是这么回事 后来你看你比如说 哎服务员 这个我们快吃完了上个果盘 服务员说不行 我们说果盘收费 嗯 多少钱啊 收费果盘 五十算了不吃了 这时候陈小青老师 哎呀不行 我得出去撒泡尿 过一会儿果盘来了 哎呀我们老板说了 陈老师在这儿 我们就免费送大家一个 陈老师面子的 其实是陈小青出去 给了人家一百 是吧 跟我们上一个果盘 并且要告诉他们 这个果盘是送的 哎呀好像盖得到了什么 饭局小技能的感觉 你有固定的那个饭局团伙吗 有小团伙 也是这种特有形式感 对就是饭搭子特别重要 吃什么和跟谁吃 这是两件事 跟谁吃去选什么吃 还有一个顺序问题 但我觉得就如果不是 跟特别会吃的人在一起 我觉得男女这个饭局 特别不一样 就是我身边反正都是女孩 比如说找了什么新餐厅 会带着男孩说 哎我找了一个什么新地儿 我们去吃 男的永远说的给我打电话 问就是 哎我在哪哪附近有烤串吗 或者我在哪哪哪有烧羊肉吗 而且他们去完了的那个地儿 好像就永远男生的饭局 就这么几家了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叫饭局 这个基本上叫约会 对 饭局实际上是有成六人左右 大大局 这叫饭局 能把大家传在一起 老六的数学学得特别好 有一次就是给我打电话说 某某餐厅 这个上次大家都吃得不错 当时有一个餐厅根本就订不到包间 我稍微有一点关系 让我订一个六个人的房间 最后他数学特别好 一点就是六个人 来了22个人 这个做成两圈 对这个现在前排的人 先吃 站起来让后排的人吃 就是端着盘子 后排的人端着盘子到前面来吃 所以这个局就是有超大的 我也有那种统计了十几个人 他订了一个十几个人的大桌子 就来了三四个人 就来了四个人 还有一个人是吃完了就立刻就走了 就三个人就一直在吃 看着两个桌子 就是这种类型的饭局 是不是咱们算中国特色 好像国外你比如说去到那些餐厅 或者是朋友那个聚会 都是可丁可忙 比如说去家里那个请客 就是几点钟你必须几点来 也不能早 也不能晚 也不能不来 来了得带什么礼物都特讲究 上海可能就不一样 是吗 我们去上海吃饭 都是和朋友吃饭 都是的确都得预约 而且中间盯住了几回 下午什么几点的饭不要忘了 会来一个短信 北京人 基本会更自信一些 所以北京多少饭局 都是一开始三人吃 只有吃成三十个人 多少这样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 就是比如说一个饭 刚刚陈师傅说 就是和谁吃 吃什么 对吧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都是很熟的朋友 一起聚会的这个饭局上 什么样的状态是最舒服的 比如说菜 比如说环境 就会让这一顿饭让你吃 就觉得今天特别舒心 就不到位了 我觉得可能人关系更重要 我曾经我们有一个饭局里的朋友 他就是吃完饭我送他回家 他说我恨死了 头发简直都没法要了 吃什么呢 吃广西菜 有酸笋 那吸附性特别强 那个味特别 我回去 我的这些东西 我的衣服 我全部都都扔了 过了几天 你说 还吃饭吗 我说没有 没有饭 这今天又是火锅 又是吸附性特别强 要不还是去吧 所以你说吃什么 喝什么 其实不是特别重要 还是这么复杂的都市里边 有几个人晚上能够坐在一起 说说心里的话 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愉快 但是说心里话 这个中餐跟西餐 这个吃饭说话的气局也不一样 比如说咱们去那个外国朋友家做饭 不管多亲密的朋友 肯定是一人一份 但是到了咱们这 好像只有那种商务局 是一人一份 中国人看着也是一人一份 从这个遗址挖掘的 这个来看 屋子中间是火堂 上面有天窗 中间生火 大家围着吃 可是这个吃的时候 没有桌子呀 可能一人一份拿过来吃 可是到周朝的时候 已经是分餐制了 天子一人一份 这个臣子是一人一份 一个小案子 很矮的 老百姓家里是 老百姓家里 一锅大家吃 也是这么吃 但是不是这么个案子了 这个时候的分餐制 可能更多的体现的是 掌幼尊卑 食器的数量 食器的规格 是不一样的 到后来咱们到唐宋之后 高桌家具发明了 反正就可以围在桌上 进行围餐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 中国人围餐的传统 才确立起来 也就一千年了 对 太多了 为了这漫长的一几天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 一个宿舍的哥几个喝白酒 哥几个这人做一口 那人做一口 那可能比所谓的分餐制 还要过分吧 也没见说谁得什么病 传染什么东西 我们在民族地区做田野 很多民族都是用一个杯子 一圈人 甭管多少人 20个人也好 不 可能不光是一个杯子 它是有时候就故意要把杯子给弄混 我喝过那种酒 就是鱼当 鱼当 就是它一个碗里边 放上红薯酒 或者是其他的米酒 它要先拿勺子捆起来 挑着底下带着粘 舔了 喝一半 然后把这个勺子剩一半给你喝 这个就喝我们碰杯是一个意思 就是告诉你 来来来 这里面没有毒 可以放心喝 有没有什么是特别有风险的 比如说不怎么熟的人一起吃饭 要是说这种鱼当酒 不熟的人估计不太行吧 这个肯定不行 这就是同村的 或者是一个地方的习俗 广西我也喝过这种 哇塞 锅大厨 你那个是什么情况 炸牛蛙 炸牛蛙 对 今天做了一个双层铜锅牛蛙 然后是一个老北京铜锅火锅的那种方式 但是加日方式 然后做了两种口味 两种味型 上层的是一个麻的娃娃叫 下层是一个辣的娃娃跳锅 对 所以我是两种味型 好的 我开心 他就讨厌 把人吃了还让人叭叭叫 我们知道请成二吃饭的人特多 我也有很多尴尬的饭局 但是我可能是带动大家吃的气氛 我能够让大家吃得很香 我不占于告诉大家什么是好吃的 我会告诉你你现在吃的这个 其实里边有非常多的奥妙 他是属于那种自带评论生鬼 就是反正我和他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甭我吃上什么菜 你在这特别 对 在这吃着的时候 他就在旁边说这个菜有什么门道 他的历史渊源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 这小龙虾 这个是冰醉小龙虾 他参照的是最早做冰醉的 可能是熬虾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呢 小龙虾原产地 比如说路易斯三那州 那全世界最崇拜小龙虾的不是中国人 可能是瑞典人 瑞典人为了小龙虾 还专门放一个放一天的假 所以你就能明白 为什么他儿子过没块吃饭 永远戴着耳机了 烦死了 但是我也有过这种很尴尬的饭局 比如说和领导吃饭 就是我也不敢说 人领导在说其他的事吧 你不能说这些 就是这个太行而下了 人家说一些有文化的事情 那我们就听着 那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老男人局最大的优点是 我们都没在一起做过事情 我们是 不用好几十亿的生意 在饭桌上 对 我们没有任何的利益交集 大家 他们共同的爱好 对 就是在一起吹吹牛 往往吃饭最难受的 就是利益越深 这个吃饭就越遭罪 或者是说 这个情感越深 越遭罪 我们那个是浮云 所以吃完了一拍两散 大家很轻松 我吃过一顿饭 最沉重的一顿饭 是你的同行 就是我前同事 一个主持人 一个房地产商人 给他过生日 然后做了一个冰雕 在这个很大的鲜花围的桌子上 做了个冰雕 然后我去陪吃这个 就很尴尬 也没有话 大家都在吃 吃的东西也很高级 然后大夫说 吃的差不多了吧 说差不多了 那我们合个影 合个影 那个冰雕做了四个大字 感动中 感字比划太多 你知道吗 比较重 比较重 就是来 我说好了 我来摄影师 我还没有拍的时候 感字叭叉地掉了 你就知道 这个饭局有多尴尬 我发现有一个特点 就中国人啊 就特别爱聚餐 就是之前是05年的时候吧 有一个那个调查 就是北上广 然后还有绵羊 还有洛阳 还有一些县级城市 就说调查了大概三千多人吧 说这个居民的娱乐活动 排名第一是吃饭 本能嘛 本能 十四个姓野 最本能的就是吃饭的事 而中国人是一个人情社会 中国人的格局就是 以个人为中心散开的 在不同的人群聚集 所以吃饭就变成了 是一个具有 特别高功能性的事 大家可以维系关系 甚至可以作为权力的交换 进而发展成 对社会资源的这么一个交换 中国人就在这个地方 形成了自己社会的一个流动性 一个资源的流动 权力的流动 中国人特别擅强做这件事 你会去田野调查吗 就是看大家伙 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 都吃饭都干嘛 不同的地方的人 吃饭的功能 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 人类学里边有个很著名的 这个词叫夸富宴 讲的是印第安人 可是我们发现在中国的不同地区 都有这种形式去出现 来炫耀我的实力 来获取更大的资源 中国其实古代就有这个东西 比如说中国的烧尾宴 就是升迁之后 有一个这个烧尾宴 烧尾宴就是请上级来吃饭 但是这个菜里边 你看它的菜铺里 就有一个是专门用来看的菜 它完全不能吃 但是极尽奢华 就是非常的漂亮 这个就是夸富宴的一种形式 那那个就是从某个公司租来的 是吗 我讲的是唐朝的事 租来了 然后下一个一下 然后下次留给下一个人用 花篮是一样的 宫廷菜的时候也是啊 四鲜果四干果四抗果 抗果 婚丧嫁娶有这种吗 就是非得要特别有形式感的菜 往桌上放 其实这个是习俗造成的 比如说广东就不能没有鸡 长江中下游就不能没有鱼 就是你如果你做一个宴会里边没有鱼 那你那可能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 广东是无鸡不称鲜 无论你这个鸡怎么做 你肯定是要有一道是跟鸡相关联的 到西部就不能没有鸢了 我们去哈萨克族调查 最尊贵的待遇就是 你去哈萨克族的牧民家去做客 他就要当晚去 让你亲自去挑一头最肥的羊 宰给你来做这个手把肉 羊的部位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就是羊尾巴要给谁吃 羊头比如说吧 我是牧民 陈老师到我们家来了 我请陈老师挑一头羊 我把它做好了 我先得把羊头剁下来 给陈老师 陈老师这时候应该 把羊脸颊的肉削下来 留在自己的盘里 把羊耳朵削下来 给最小的朋友 再把羊头还给主人 然后再分 这就是一个仪式了 没有这个羊就不够露众 还有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去当地 当地人认为是美食的东西 但是我们自己可能吃起来 或者说感觉不可思议 这种东西怎么是美食呢 这种那怎么办 这个太多了 特别是在我们做田野调查 去大摇山去瑶族做调研 他们上山狩猎 放夹子去加田鼠 野田鼠 他们认为那个东西特别好 可是我们有一次去 田鼠可能在山上特别热 就有点变味了 可是他们不舍得扔 就做完了 做完他们还有个习俗 叫喂菜 和我的导师坐在边上 他们的组长就 哇捡起一块 他人最好的菜 就是老鼠的尾巴 然后喂到他的嘴里去 我就拍了一张照片 就是我导师 咬着那个老鼠尾巴半截 还留在外面 这就是他们觉得特别好 其实我们很难去接受的 这么一个菜 他也有 他也有什么吃金边龙狮 就是金边龙狮是水蟑螂 蟑螂 那个很香的 这么说 你们不是连运港有那个菜青虫 豆丹 对 我们也吃 所以我们老家离得很近 那我们来找一个 一起碰一下吧 咱们今天闻的这个牛蛙的味 确实是挺火棒 因为我们每次吃饭在 就是一听众像吃饭 这一路上我就开始分泌多巴胺 就开始 这一见了面先走几个再说 你们俩的感情是因为饭局加深的吗 还是说其实即便不吃饭 也是感情那么好 没有饭局也会那么好 这是实际上 我在认识他们这个圈子之前 我们这个圈子 对 贵圈之前 他很孤独 对 我是一个 更多的都是和我的同行在一起 就很少和这些社会先杂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圈子里 基本上就是要四童 同乡 同学 同事 再加上什么同行 这就是我认识他们之前的 对 我们所有人幾乎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后来就发现这个很有意思 而且也是跟网络的兴起有非常大的关系 然后他说了一个什么事情 我回去在网上一看 这果然有意思 我有我的心得 下一顿饭我要说说我的想法 可能就会是这样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讨厌的朋友 叫人见人烦的 叫王三表 这个吃饭妖魔化 写的特别不可爱 大家在网上了解的我们 都不是真实的我们 我们远远比那个要人格闪亮的多 那你们闪亮的人格在饭局上是 互相夸奖的那种 还是互相变分 当然就互相羞辱了 可能到朋友不是用来羞辱的 对啊 所以这个是不是能检验出 就是熟不熟的饭局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新来一个人 我刚刚带来一个人 加姆斯做鞋的 这个带来 他就把人羞辱了一通 说你那个文字要好好写 这个 但是时间长了 你隔一段时间不修理他 他就瞧瞧你 搞搞我 你看那儿 我们的 哇 这个太扎实了吧 这属于夸妇院 哈喽 哈喽 其实我们饭局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 就是每来一个人 因为大家是陆续到的 每来一个人 我就后来大家聚集就说 来 人终于到齐了 下一个再来一个人 来 人终于到齐了 那有新菜上的时候 您是不是也得介绍 说这是我们一个什么什么 这是他的职能 陈老师 哎呀 先吃吧 不要说那么多了 生活委员 酸萝卜 酸萝卜 上面是那个麻椒酸萝卜 底下是 郭柯上层的是麻椒加酸萝卜是吗 是一个泡浆 泡浆 泡浆 是浆 郭柯 我发现你挺抓得准风向的 这个东西活起来好像也就几个月 对吧 应该来说像这种单品的东西牛蛙 它的属性也应该有三年左右 三年 就很火的 在商场的商超店来说 基本上开牛蛙店都是很火 对 有人蛙蛙叫什么的 对 因为我一直在做这种 就是我的斧业是开餐饮 就开网红餐饮 因为龙虾是一个前一段时间 在过了去年到前年的时候 又喜欢流行酸菜鱼 但从去年到今年的时候 牛蛙又开始特别多 他们有一个数据分析 今年可能会有颠倒 牛蛙可能会超过酸菜鱼 这个铜锅算是那种顺羊肉的变形吗 它这个是北方人版的 其实这个我90年代就吃过 双层的 三层都吃过 老年人就认识 人家出什么东西他就认识 其实我原来就吃过 就全家福 也是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 这个吃的太过瘾 也必须有啤酒 为了永远的友谊和美好的明天 六叔赶紧说后半句了 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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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不梦 梦不人生 有什么玩意啊 大伙子在一起一定要重复 这个字眼不断地重复才行 因为每次都出新字眼 你记不住我们是吧 哈哈 哈哈 傍晚 城市结束一天的疲惫 变得舒缓 对年轻人聚集的餐馆来说 忙碌才刚刚开始 从容淡定 有条不紊 宿多能是餐厅后厨的核心人物 这间烧烤店里大部分烹饪由客人自己动手 不过 蘸料的调配还是交由后厨打理 贵阳人把这个环节称为打蘸水 风格多变的蘸水正是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 二号桌打四个人来家 蘸水是贵阳人的风味滤镜 或带来惊喜或矫正胃形 几乎所有食物都可以和蘸水适配 每天 宿多能要打上千份蘸水 收工已是凌晨 妻子照例在准备加餐的食物 清水煮豆腐黄豆芽 无需添加其他佐料 他们将所有的调味托付给一份蘸水 农历二月 农人们开始新一轮播种 六个月后 他们会收获一种红亮的果实 肉质肥厚 油份充足 有平衡的辣度和香气 在中国 这种辣椒只生长于贵阳花西 因此得名 花西辣椒 反复冲打 让花西辣椒中的果胶充分释放 直到产生雌疤一样的粘稠质地 这就是贵州常见的调味品 雌疤辣椒 这辣椒有咸超咸的 新鲜磁巴辣椒加入菜籽油翻炒 用贵州原产的豆豉提味增鲜 便是地道的油辣椒蘸水 油而不腻 辣而不燥 只需一叠油辣椒 苦酥的食物立刻风味陡升 水豆腐细嫩绵软 豆芽清爽鲜甜 贵阳人给这道家常菜 起了个优雅又形象的名字 金钩挂玉牌 贵州是中国最早食用辣椒的地区 曾经由于食盐的匮乏 人们把调味的希望寄托在天然辛香料上 辣椒蘸水是其中之一 除了瓷巴辣椒 另一种辣椒也在蘸水中坐拥半壁江山 但无论卫形还是样貌都截然不同 花西辣椒依然是唯一的主角 与盐同炒 高温下辣椒素衰减 氨基酸和还原糖虫 形成数百种香型化合物 增香减辣同步完成 不同于瓷巴辣椒的粘稠质地 沖碎后的胡辣椒干燥酥脆 风味更加复杂张扬 传统胡辣椒蘸水讲究颗粒分明 不添加任何油脂 所以也被贵阳人称作素蘸水 简单调味与一勺原汤混合 是水煮素菜的黄金搭档 没有油辣椒的粘连 添加不同的佐料 素蘸水会呈现不同的个性 本地水豆吃 梅豆腐酸萝卜是常客 发酵食物带来甘甜厚味 香郁唇美 取整颗松花皮蛋 搭配枝金桥梁粉 爆浆糖心包裹辣椒熏香 唇齿间鱼韵悠长 木浆子香行最为奔放 进入酸汤 柠檬泉的芳香瞬间绽放 依附香料 素蘸水得以百般变化 同样以胡辣椒为基底 青岩人有着迥然不同的湛水 搭配思路 精折临近 致促作坊进入最繁忙的阶段 湿气弥漫 微生物活跃 看似波澜不惊的木槽内 暗流涌动 水 发酵两周 胚子已经可以产出头醋 但风味的定型还需要时间 将头醋重新淋入醋缸 二次酿造 是这间作坊的必要工序 在青岩 制扮猪蹄是对一碗好醋最大的尊重 焦糖色外衣下 猪蹄肉质酥烂 软糯黏滑 要想获得猪蹄的最佳风味 蘸水的参与必不可少 那 咬死来了 嗯 主调依旧是胡辣椒 另一个主角也到了登场时刻 吃饭 就手把浓草 吃饭 吃饭 太快了 就用昔来檐 陈川 如会 健庇 又去不可 发酵 是否 双花醋蘸水搭配青岩卤猪蹄 醋酸削减油腻 辣椒的辛香紧随其后 折耳根用奇异的植物芬芳牵线搭桥 成就酸与辣的芹色之号 在中国当下的主流烹饪中 食物端上餐桌风味已经定型 而蘸水用调味后制的方法 不断打开本味之外的新世界 榨花醋 每天拿他一瓶有15块钱 他投一天赔山 我投三几个人 老金夫妇一辈子在陝地套生活 隔着三百亩竹林 把三个儿子拉扯长大 老两口都已七十多岁 繁重的农事已经让他们力不从心 孩子们都很孝顺 给的赡养费足够了两口安度万年 但是两人就是闲不住 那吃下的碗也没有什么意思 我要打不了麻将 打不了破坏 来到三口 去一天就有一两不快钱 老金不听孩子们劝挫 倔强的勤劳果然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中暑后老金身体乏力 没了体力 山里很多活都耽搁下来 给磕头上哈 吃着来贵 我给肚子拉开来 咱们摄得上 摄得上 都没贵磕头 吊着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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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的 男人的人生都有女人来引导的 多数男人在妻子的殉道下都会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就像老鸣不爱吃猪蹄 张志勤偏要买猪蹄 老金劳力过度 身体虚弱 需要好好补补 不管他爱不爱吃 章志勤要用猪蹄做药饮 做一道当地独特的紫补药山 村边的山坡上 草木丛生 是章志勤的百草园 张志勤药制作的药膳 由十几味不同的草药 与猪蹄 一锅炖煮而成 因功效不同 在种类和剂量上有差异 在当地统称为毛蜂药 张志勤从小跟着母亲采药 各种草药都很熟悉 今天采的草药 主要以滋补驱失为主 把草药放在树上 给药药 这种叫三个蜂 那个麻蜂叶三个蜂 吃了颗蜂色 颗鬼尖啥什么都可以吃的 难炸的 一般的草药难炸的 这个叫芝菇莉木 那个大饼拿不出来 这个吃了好的 刚才南南你和 那个猪蜂吃了好的 吃了羊炸 跟风色一样 这个草药不要炸 吃了羊炸的 生炸的 生炸不要炸的 参集回来的草药 经过晾晒 剁成小端 清洗后放入煮锅 猪蹄无需切断 直接复活 竹炭的火力温和而稳定 在六个小时的漫长煨煮中 肉与草的营养成分争相释放 又相互融合 富裕的清香随着水汽四溢 汤汁也逐渐浓稠 猪蹄进入了大量药性 颜色变成暗红色 毛风药虽然看向不佳 却是民间流传千年 与世不爽的滋补药膳 喝钱放入红糖和米酒 口感极佳 老金就是闲不住的人 身体舒畅一些 他又夏天干活了 竹志勤也没闲着 他在给老板做饭敷锅 鲜米煮到八成熟起锅 滴干水分 锅中放油防止粘锅 把剩饭重新倒入锅中翻炒 反复碾压 这需要半颠着脚 腰肩发力 沉溺传导着锅铲 一点点的碾压米饭 这是极其耗费奇异的工序 张志勤手法贤熟 但毕竟年岁已高 搞定这锅饭团 他花了一个小时 老板想吃饭福果 他又怎会吝啬细腻呢 饭福果是尚找李夏的传统小吃 配菜十分丰富 李夏正是乡间农忙时节 当地百姓会在这一时节 做上一大锅的饭福果 早中晚三餐 把饭福果当成主食 营养丰富 冷热仪食的饭福果 为农人补充了体力 也为农忙节省了时间 村里的小庙 这几天扩建厨房 全村的老弟都自发来帮忙了 老弟缺席两钱 身体一扛 也赶着来义务办公 在农人的观念里 为了清理之心 做着理所能及的善 便能得到神灵的庇佑 换来来年的丰收和数岁 就像土地和农人的约点 只要心情耕耘 就一定会碎人年峰 常常满家